第1475章 终极形世间 有人情长矛 摇指无上 现场寂静 人们将在原地 自古至今 有几人敢如此 屁逆天下 呵斥浑河之主 若是传出去 外界人肯定难以置信 连俯师都惊呆了 瞪远眼睛 那九张人皮好张狂 够霸道 可是 真能请来那位吗 狗黄野口干舌燥 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 恫吓浑河的无上生灵 毋庸多说 这件事可以足以载入史书中 太医 武皇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等 都有些发麻 他们自问在阳间足够狂了 可是今天看到九道一的这种姿态 真正明白了 什么是小巫见大巫 那张人皮 疯了吗 在干什么 直接叫板无上 几人觉得 不是九道一疯了 就是这个世界疯了 再不就是他们几人疯了 所以出现各种幻觉 狗黄眼神灿烂 心情大畅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多少年了 他一直想这么做 但却没机会 现在 九道一微下魂和无上生物 让他觉得太书心了 狗黄将小圣元抱在怀中 保护得很严实 他看向九道一 道 就看你的了 狗黄觉得 这张老人皮 还是很靠谱的 从不说空话 他心情激荡起来 真能呼唤那位回归吗 让他都忍不住想 大吼一声 事实上 在场的人都无比激动 内心中惊涛拍案 腐蚀眼神冒蓝光 死死地盯着九道一 内心强烈渴望 呼唤那位降临 黎达浑身都被乌光淹没 连稳如他都呼吸急促 今天真的能见证神迹吗 武皇眼神绿油油 沉默着 但胸膛却在剧烈起伏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等 都激动到难以自意 身体发抖 有种要窒息的感觉 难道真的可以看到 那位传说中 渐渐模糊下去 人间再也不可见地存在回归 此际 所有魂和中的生物 全都跪幅在地 瑟瑟发抖 宛若羔羊面对史前巨龙 全身哆嗦 叩首膜拜 很靠谱的九道一 身体如同一杆标枪般 定在原地 站得笔直 他单臂情毛 斜指魂和中极地 他一动不动 保持这个姿势不变 从一数到九 召唤开始 狗黄很放松 还有心情倒计时呢 他认为 那张老人疲有把握 所以才这么淡定 这么安宁 不出声音 光头男子忐忑而又紧张 但内心也充满期待 一脸崇拜之色地看着九道一 暗叹老人皮真牛啊 呵斥无上 就跟骂自己孙子似的 而完事后 还摆姿势呢 面不改色 真稳了 师父差不多就行了 呼唤啊 请哪位归来 黎达暗中催促 九道一没什么反应 酷酷地站在那里 咬指黑暗深处 毛风依旧指指无上 他一动不动 混合终极恶土 那个毛子 可怕的圣人 宛若开天屁地般 让空间塌陷 时光扭曲 诸天都要归于死寂 黑暗中 什么都看不见 唯有那可怕的毛子 恐怖无边 冷漠无情 俯视诸天 数不尽的宇宙中 只有毛子是永恒的 成为诸天的唯一 若非地中守护 没有任何外来者 可以站在浑河前 此时万物都将被磨灭 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 可以看到 无边黑暗宇宙深处的毛子 开河间 大道都在锻炼 敌对的一切 有灵性的东西 都将被毁灭 黑血研究的主人 那柄遗落在战场中的神剑在暗淡 而后炸开 化成丝丝缕缕的精气 被那可怕的毛子吸收 这个极数的母精兵器 都如此 可见多么的圣人 如果换成血肉之躯会怎样 估计 历时腐朽 化作尘埃 一眼望来 万物死绝 诸天秩序断 无法想象 它到底有多么强 可是 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 在这种让人胆寒的背景下 狗黄依旧很强势 道 你瞧啥 他很不爽 因为那只毛子太漠然 不言不动 就这么俯视所有人 像是高座三十三天上的祖先 冷漠地看着地面的蝼蚁 光头男子轻轻地拉了拉他 示意别冲动 毕竟还未将那位呼唤回来 现在还不是轻狂的时候 狗黄忍了又忍 这才没出声 不然 他都又想再呵斥 那只巨大的毛子了 独眼龙 你瞧啥 然后 他转头看向很靠谱的九道一 老人皮还真沉地住气 依旧那么的酷酷的 狗黄很想说你都多大年纪了 耍什么耍 师傅 差不多了 别摆姿势了 李达又一次暗中催促 很靠谱的九道一 稳如泰山 依旧纹丝不动 毛风高高扬起 都不带颤的 俯视有点急了 在心里传音 我说 老皮啊 你可以了 赶紧呼唤 不然要出大事了 毕竟 地中的防御不可能无限制的 总是震动下去会出现纰漏 然而 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影响九道一的吻 狗黄也觉得不对劲了 这老家伙 是不是吻过头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那庄 给点反应啊 我等很多久了 将那位呼唤回来了吗 混合终极地 传来冰冷的声音 那个毛子更加的恐怖了 无数的纹落在其周围蔓延 时光都乱了 甚至 可以看到 时间长河浮现 居然在倒流 至于无数的规则 数不清的秩序神练 都如浪花般 在他那如海的气息中焚烧 熄灭 归于虚无 整片混合战场 都一片肃杀 天地万物皆凋零 所有的生机 都被彻底都抽干了 一切都是因为 无上复苏 冷漠地注视狗黄 九道一等人 至于外界 同样可怕 诸天轰鸣 大盗炸开 此时 万界都要坠落了 各地 盗音隆隆 规则在断开 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 无比地害人 许多天雨 异象惊人 盗祖浮尸 沉坠深渊 混合无上生物的 虚影模糊的呈现 映照在各大天雨 葛骄笔祖符 湿起脚下 血淋淋 震慑当时所有生灵 有的昔日的景 也有未来的预演 浮现在天雨 照在各界 让每一位强者都惊悚 这一天 所有净化者都站立 世界要走向终点了吗 一个纪元又要结束了 各族末步有种悲凉感 不灭的道统 贯穿过不止一个纪元的传承等 都早有准备 现在一些老怪物叹息 开始着手安排与布置 混合 门后的世界 九道一终于扭了扭脖子 没有骨头 却还是传来嘎嘣嘎嘣的声响 暗中道 他们的 他居然真能出来 这时 狗黄都有些急眼了 死人皮 你真是稳如狗 你倒是喊人来啊 腐尸 都想上前动手打人了 老人皮这个慢性子 让他受不了 九道一暗中传音道 我要是能喊来 还会留到今天 早灭魂河 古地府了 我就是想试试 能不能吓住他 你大爷 狗黄差点跳起来 真想一狗爪子拍烂他 原来你都在装啊 亏我刚才还在说你最靠谱 腐尸也傻眼了 整个人都僵硬在那里 光头男子无言 谁都没这位离谱 一切都是吹的 五黄眼神绿油油 什么话都不想说 显然 魂河的无上生物 并不相信 九道一能 呼唤那个人回来 那你刚才为何阻止我出手 狗黄想咬死这张死人皮 就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 光顾地过嘴瘾了 连黎达都无言了 处在一旁 出手吧 狗黄严肃无比 都说他不靠谱 现在看来 他才是最靠谱的 九道一开口 道 你别乱出手 万一打不准怎么办 早先我也是担心 怕这所谓的 无上是一个替身 故意引我们寄出杀手锏 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我拦阻你 狗黄也有担忧 杀手锏自然是留到最后 需要一击必中才行 万一出了问题 那他们都得交代在这里 哼 这个时候 终极的那里 毛子睁开得更大了 像是有无边的大界模糊浮现 都在眼中 都在眼底 那些大界都被毁灭了 那是无上生物 当年血洗各界的景象吗 地中巨阵 显然承受了无边的伪力 中波浩大 响彻了诸天万界 深深震撼了所有强者 黑狗在催动大中 与中体内的意志沟通 事实上 气灵已经苏醒 不然的话 也挡不住无上的气息 唯有他自主复活 才能散发出无边威能 但凡可惜 他残缺的厉害 在当年的万界流血的大战中 曾经被打穿 有不少中体碎片散落在外 嗡 还是我来吧 九刀一开口 高举湛毛 这是又一次开始了 狗黄与俯尸等人 都不想和他说话了 狗子 告诉我你那个观想法 似乎另有奥秘 有独到之处 我也观想试试看 召唤那位出现 九刀一举着湛毛 这样严肃地开口 狗黄呆滞 这老人皮还真敢乱来 道 你连骨头都没有 撑不住 再者说 你跟那位熟吗 我一路与天地走到最后 所以敢这么观想 我身上甚至有天地给予的 一缕本源精粹 所以无惧 熟 九刀一开口 但是 他也很失落 祷告无数岁月了 都没有人回应 这让他黯然而又担忧 他抬头道 告诉我 怎么观想 我在此基础上在召唤 同时 九刀一主动出击了 这个时候的湛毛通体璀璨 再也不平凡 杀气滔天 简直要洞穿万界 可以看到 他一下子经营起来 大到符文无数 熊熊焚烧 宛若一把文明起源火炬 点燃了黑暗的大宇宙 这一刻 他的光芒普照万界 所有强者都感应到了 也都看到了 全都到洗冷气 像是无尽黑暗世界汪洋中的一盏明灯 一座灯塔 在接引 在为某位置强者指路 让他找到回家的路 昔日 古天廷的那把湛毛 有些活得无比久远的老古董 认出了此毛的来头 心都在发颤 居然又出现了 今天朱天都要被捅破 可以看到 万道为火 毛风发光 点燃 秩序与大界崩塌的声音传来 九道一再观想 在呼唤那个人 同时他也用尽力气 刺出了这一谋 在大宗的光照下 露出一块区域 让那毛风穿出 暴射符文光滑 杀气震万事 杀 狗黄也在配合 与大宗的意识沟通 请他轰出最强一击 震杀前方恶土中的恐怖生物 混合生物无边无言 现在全部消失了 被那只毛子开河间 发出光束扫走 不然的话 留在这里的 都要灰飞烟灭 中波今世 他震动的不仅是杀劫 还涉及了时间本源 这是那位天地的最强法 参悟无数岁月的大道 他的兵器 自然蕴含了无穷妙力 时光如水 横扫过去 而后又化成了时间之刀 斩破万古与永恒 哄 黑暗尽头 那里爆发出刺目的光束 万道沉沦 诸天规则崩开 太恐怖了 时光长刀横扫一切 与此同时 九道一的毛风 发出的无量光 贯通了永恒 无坚不摧 也辞到了 要震杀万古诛邪 这里无声的烟灭 开天辟地的气息弥漫 而后急速扩张 一切都像是 被打回了原始之初 万物万灵皆混沌 可惜 这不是那位的兵器 只是他的战利品 九道一内心轻叹 外界 青州 楚风抬头望天 这世道要变了 各种意象不断出现 一会儿漫天如血染 一会儿又是盗族陨落的画面 一会儿 先王流泻泪 这一天 但凡进化者 都能够捕捉到 种种特殊的意象 连凡人都能有所觉 模糊地 看到了天外的奇景 楚风很焦躁 他转了108圈了 自己都要迷路了 可是 却离那魂光洞越来越近 我真不想去 他忍不住哀叹 这还讲道理吗 无论他们怎么改变路线 脚下都浮现出纹落 宛若一个先天开辟的时空隧道 终点直指浑河 他已经将子鸾送走 他并不受影响 楚风意识到 自己多半逃不掉 最终还是要过去 这是什么事 见鬼了 他诅咒着 现在跑过去 不是送死吗 他自称是储中级不假 但却是未来的 而不是现在的 现在闯过去的话 别说对付魂河内的大哥的 就是早先那只白鸭子 如果身体没出问题 都能将他弄死 楚风最后一次尝试 无论是翻山越岭 还是横渡如金色汪洋的太阳河 都没任何用处 脚下大道纹落蔓延 如同涟漪 又像是星河交织 为他组成一条道路 最终还是通向那魂光洞 如果不能选择 无法反抗 那就 强势降临 妥协 低头 他绝对不承认 我自己过去还不行吗 楚风被逼疯了 一咬牙决定自己过去 无论是力量在牵引他 亦或是某个人在出手 逼迫他去魂河 他都不愿太过狼狈 那只白鸭子 曾经很害怕我 还有 以前那只黑狗 也看我的眼神很不对 我似乎很像一个人 在路上 楚风开始疯狂行动起来 首先 他挑选合适的衣服 然后做旧 最后干脆直接找出件 老骨送给他的 早于史前时代挖掘出来的 不知道什么年代的破烂战衣 他穿上了 然后 他又捣食自己 给自己 做旧 他一阵学末 将筷子长的小黑木毛找出来 插在发际间 当做木簪 他觉得 这玩意绝对古老 价值也不可想象 弄来当发簪很合适 不至于掉价 无力大道颠 古今第一强 谁在送无名 哪个在换我真身 楚风摆了的姿势 觉得还是容易露线 毕竟自身进化层次 还没有达到终极领域呢 哪怕嘴里喊得再想 遇上不讲理的绝世生灵 一把掌壶他身上 那绝对就是 肉泥了 装得格不够强 神格差点是 倒格也不满 我还得 做旧 一路上 他向前迈步 也在捣食自己 不然的话 被动过去 已经够危险的了 再被人小觑 也太委屈自己了 最起码 他觉得 出场得有自己的风采 无论是装的 还是未来会如此 现在也不想太掉价 可是 他翻遍全身 也没找出来 几件能做旧自身的东西 也就十罐与三颗种子 能拿得出手 可是 这些东西 他不敢亮出来 不然的话 他没准 就像是那作画的先帝 留下的无上道果 谁都想咬上一口 谁都想尝一尝唐僧肉 轮回土 到了后来 楚风发现 也就这东西足够特殊 也够古老了 都不知道在那轮回路 尽头 积奠了多么的岁月 才攒了那么点 况且 老谷曾说过 他大哥离达寻了漫长岁月 都不知道有没有找到过 一两魂肉 这东西的名字 似乎应该叫 魂肉 似乎还有更惊人的称谓 怎么办 楚风一咬牙 将魂肉 直接向自己的血肉中炼化 这东西 气息足够的古老 如果自身全身 都散发无穷岁月前的 能量气息 估计没人敢说 自己是毛头小子 到时候 都别惹我 在本天地眼中 你们都是一群 老崽子而已 楚风自我催眠 如果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怎么去虎别人 真特么的疼啊 楚风呲牙咧嘴 将魂肉注入身体中 全身上下都如同刀割般 血淋淋 超越以往的伤痛 太难受了 不行 还得排列成无上符文 才更像样子 楚风稍微私存 直接对自己下手了 在血肉中排列浑肉 构建某种难以揣夺的符号 早期 他在轮回路上的光明死成中发现 那个巨大的石墨盘 碾压万灵尸体时 会有一型金色符号闪现 后来 他看到了更为全面与完整的金色符号 比那石墨盘更为深奥 源自石灌某次发光石浮现 现在 他刻的就是这种纹落 不久后 楚风的气息真的变了 古老 深邃 居然有些不可揣夺 让人彻底看不透了 楚风惊怡 效果也太明显了 连他自己都觉得 自身像是换了个人 自语道 我居然这么古老 神秘 强横 我是至高生灵 这简直是迷之自信 当然 他不承认 他只想说 本天帝只是在暂时催眠自己 一切都是为了魔力 让自己更强 万古无双 稳妥起见 再来 楚风真的豁出去了 将浑肉打入了骨头中 与骨髓混融在一起 然后五脏六腑 全身上下都照顾到了 谁敢这么乱来 换个人的话 估计折腾死自己了 最终 他当在骨头与脏腑间 也注入浑肉 并排列好金色符纹后 他周身一片混沌 莫名气息流转 已经不可测 一时间 他明明站在原地 可是却像是世上消失了 很难再有所感应 无为天地 独立大道颠 楚风再次开口 这一次 他觉得有点 模样了 他琢磨 九十九拜都过来了 或许还差最后一哆嗦 然后他就拼了 开始付诸行动 他将浑肉打入自身的浑光中 并开始熔炼与排列 组成那些无上的符号 映照在整条灵魂中 自这一刻开始 他完全有种脱离世间之感 这种体悟很飘忽 很古怪 也很惊人 让他自己都有种错觉 他很强 现在 浑肉融于浑光 散于血肉骨骼间 让他真正的不一样了 该不会浑肉 就该这么用吧 楚风严重怀疑 可惜 老谷也不知道 当年李达找这种东西要做什么 只是清楚 这东西的价值太高了 不可想象 我这么用 到底是好还是坏 楚风皱眉 不管了 此地试了后 我如果还能活着 到时候如果不对劲 我再挖出来就是了 楚风琢磨 他抬头莫地发现 已经能够看到 那片恐怖地带 破碎的魂光洞 不断向外冒混顿气 一股可不能量在散发 这若是贸然闯过去 估计大能都要肉身崩溃 魂光涌灭 楚风脚下 那种神秘的金色纹落在蔓延 在交织 构建出一条康庄大道 直通魂河前 所有的能量与混沌气域 此路都自动散开 这是真正而典型的 万法不清 有点诡异 很邪 楚风瞳孔收缩 他调整情绪 不再胡思乱想 马上就到地头了 他必须得有那种气度才行 下一刻 他背负双手 僻逆天下 傲视而行 这种状态 他不是没有过 当年在小阴间 也曾打遍四方无对手 当然 现在还得要装 更深沉才行 要更加的不可揣度 我是无上的楚中级 我是无敌的天帝 楚风心中时时提醒自己 然而 看着脚下的路 他还是有点神游太虚的感觉 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恍惚间 像是有什么能量 自他身上倾泻 构建了这条道路 难道自身 还真有什么隐秘不成 不对 楚风摇头 他就是他 不是任何人 然后 他便撕全身上下 能有意外的 也就那么几件东西 十罐 三颗种子 还能有什么 还是说 暗中另有人 在引导他来这里 楚风来了 走进那条神秘通道 再次见到了魂合 并看到了魂合尽头的 门 他无言 脚下大道纹落交织 直指门后世界 他没得选择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闯入门后的世界 此时 魂合终极的钱 气息恐怖无边 无比地害人 中波横扫 这次不是天刀的形态 而是真正的波纹 横扫古今未来 太惊人了 还有那毛风绝世无匹 洞穿一切阻挡 本皇不信邪 要逆天 狗黄大吼 全身上下都是邪 哪怕自身干枯了 也在催动最后的血气 焚烧着 要杀无上生物 他果然出问题了 不然不会如此 早就杀出来 覆灭一切了 九道一野大吼 满身是血 在那终极的 无尽的黑暗尽头 那只毛子张开间 居然有血流淌下来 是在刚才地中的冲击下 流淌下来的 这很恐怖 无上生物旧伤发作 有血涕落石 诸天居然在轰鸣 有天狱在军裂 害人至极 狗黄拼命 再次观想天地 催动大钟 哦 你还在吗 回来啊 本皇有难了 降临吧 打爆魂河 扫屏诡异源头 九道一已经 学到那种特殊的观想法 血迹沾毛 呼唤传说中的那个人 在心中不断祈祷 请他回来 蝼蚁 呼唤好了吗 哪个敢降临 魂河终极的 那个无上生灵冷酷无比 无情而淡漠 宛若盘坐在开天辟地前 俯视着一群蟲 然而 他的话语刚落毙 无声无息 魂河前多了一个人 事先所有人都没有感应到 他一片模糊 被大雾包围 我 忘 狗黄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真有人降临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震惊了 魂河终极的深处 一下子没有了生意 那个人很模糊 背负双手 平静地看着恶土最黑暗的镜头 盯着那只螳鞋的眼睛 第1476章 辟腻无上生灵 谁都没有想到 真的出现一道身影 无声无息 竟以力声魂河前 他被大雾包围 背负双手 盯着恶土最深处 诡异源头 所有人都震撼了 心中惊涛卷天 全都石化在当场 呼唤成功 有无上强者回来了 这 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已 到头来 真的有志强生灵降临在此地 片刻后 在场的人还在发猛 有些不敢相信 魂河安静 再无一点生气 纵然是终极恶土最深处 也是一片死寂 连那位无上都失去生意 一道身影横世间 屁腻万古青天 天地寂静 再无一点生气 好长时间 人们都回不过神来 俯师全身都在发抖 差点就冲过去 但是 他强忍着 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情绪 光头男子想大叫出来 虽衣衫褴褛 一身大道伤 但现在 却内心振奋与激动的难以言表 都站立了 黎达目光悠悠 盯着那道背影 不能平静 武皇绿油油的眼神 早已经发直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 表情呆滞 彻底傻眼 他僵立在原地 都不会动了 他今天看到了什么 活着的无上神话回归 魂河终极的 诡异生物无数 现在全部战战兢兢 感觉胆寒 他们意识到 要出大事 因为 他们不久前都看到 那只狗黄 还有那张老人皮在祈祷 在呼唤某个人回来 现在 成功了 毫无疑问 在他们的认知中 这必然是一位 至强的生灵 魂河终极的最深处 那里一片凄冷 幽静 那个可怕的毛子并未消失 依旧在悬在黑暗宇宙中 他很大 称得上壮阔无边 比星球都要大许多倍 一缕血从眼球躺落下来 在黑暗中 显得很欺验 也很恐怖 他不再盛气凌人 在观察 在审视 盯着远处 那道朦胧的身影 心头沉重 格外的严肃 一时间 他竟没有任何话语 不久前 他不将天下生灵 放在眼中 冷酷 无情 视诸天之敌为蝼蚁 便是有人打到浑河又如何 他不在乎 可是现在不同了 他在自信 那也要看是谁来了 他无法再默然 无法再平静 这时他的眼底深处 浮现大界消亡 星河熄灭 诸天坠落的景象 他严阵一带 在调动自身的无上力量 如灵大敌 如现深渊 浑河终极地的无上生物 竟如此凝重 不敢有丝毫松懈 与那道身影对峙 但不管怎样说 他也不可能退缩 他是谁 被尊为无上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道身影降临 他就避站而走呢 到了这个级数 该有的谨慎依旧有 但是绝不会懦弱 不会承认自己不如人 这是无上强者 与生俱来的气质 一时间 浑河畔的气氛 无比可怕 所有人都不出声 没有人打破这种宁静 肃杀之气弥漫 万物凋零 没有人开口 恐怖 沉闷 压抑到极点 几乎要让人窒息 所有人都在盯着大雾中的模糊身影 他是谁 楚风 他真的是被动到达此地 早先脚下成片的大道纹落交织 他不由自主脉步 结果就突兀地到了这里 狗黄旁边 终于有人没忍住 大叫了一声 我 去 天帝来了 我也去 楚风都想跑了 你说啥 我不懂 你别害我 谁是天帝 你们想让我去打无上吗 我只是 路过 都看我做什么 我不认识你们 楚风脸都要绿了 总觉得有刁民想害症 但是 他却不能变脸色 以大意立刻制 让自己不动如山 稳如磐石 终于 安静了 冲动开口的人闭嘴了 气氛紧张 没有人愿意再打破这种特殊的宁静 现在 一群人都在看着楚风 你们看什么 我迷路了 他很想这么说 没见过走错路的人吗 都盯着我做善 他心中愤闷 感觉要被坑死在这里了 但是 他却不可能开口解释 还得保持坚默 他已经感知到这里的情况 后面的一群人并无杀意 甚至可以说 眼神火辣辣 都在盯着他 其中 包括黑狗 低山的人皮等熟事 来头极大 至于前方 那里就更加恐怖了 一只大道无边的毛子 仿佛挤压满了整片黑暗宇宙 冷冽无比 楚风的到来 让魂河深处的无上生灵忌惮不已 到现在都没有开口说话呢 双方阵营间 可谓紧张到了极致 一个人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局势 然而 楚风毫无这种觉悟 他看着那只眼睛 觉得被针对了 你瞪谁呢 够了吧 瞪我没完没了 活该你眼睛流血 在这里站了片刻 他自然就彻底清楚 两大阵营的状况 正在对峙呢 也明白了自身的危险处境 一个弄不好 他就要跟无上生物交手 生死大对决 可是 他有对付无上的本钱吗 真要动手的话 被那个极数的生物的大手 胡在身上 连肉泥都留不下 估计什么都没了 当想到这些 楚风让自己稳住 他打定主意 不开口说话 沉默是惊 因为 一旦与无上生物对话 那肯定说多做多 他只要保持高手风范就够了 况且 他认为 自己的格要更高 肯定不能限于 魂河深处的无上开口 强者不都是最后发生吗 当司机这些 楚风周围的大物更浓了 身体竟如史前神山 窥然不动 他始终在看着魂河终极的 那只流血的眼睛 很想说 你都流血累了 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 有话赶紧放 宁静被打破 狗黄无比激动 喜悦 他实在忍不住了 在后方汪的一声大吼 并鄙视魂河的霸主 他觉得召唤成功了 至此之际 狗生的一须尽欢 忍了这么多年 怎么能不吐一口恶气 辅尸 光头男子等人 也都斗志昂扬 不管怎么说 士气高涨起来了 楚风想哭 你们能让我省心点吗 看这架势 这是要逼他和无上打 他很想大叫 这他们的太坑了 我会被一掌糊成尘埃的 你们全都是大窟窿 楚风毁的肠子都轻了 为什么来这里 谁把他弄过来的 都是大坑啊 哼 混合镜头 恶土深处 有强大的原生物不满 替无上助威 魏无上名不平 与狗黄 九道义等人对峙 就是 那只巨大的眼睛 也渐渐冷漠起来 再次发出无情的寒光 传说中的那位 眼睛的主人开口 他有疑惑 那个人早已消失无尽岁月 彻底与诸天断去联系 回不来才对 当想到这些 他心底深处 竟长出一口气 亦或是狗黄昔日追随的天地 也不该出现才对 他疑似在那口神秘铜冠中 正与世隔绝 目前谁都找不到 可是 前方模糊的身影若是有诈 为何气息如此的射人 深可不测 连他都看不透 尤其是那大物异常古怪 纵然是他这个极数的生灵都望不穿 所以 这位无上心中惊异不定 降下的一缕一只 无上生物再次开口 现场寂静 没有人回应 我就是不说话 我就这么默默地看着你 楚风保持员姿态 无任何动静 太医 武皇等人都觉得 这位太稳了 从容自若 连无上的问话都不屑搭理 这种风格 这种风采 有谁可比肩 闭腻魂和 无视恶土中的无上生物 着实让后方的人激动 热血上冲 都恨不得一起跟着喝汗 终极的 许多魂和原生物心惊 那位太可怕了 居然都没有理会他们的无上之主 全程漠视 这让他们生出一股不好的感觉 今天魂和不会有大难吧 在魂和原生物重墙看来 那个人宛若一座不朽的大山 横跟在此 他正在逼迫 难道想只身一人镇压魂和 楚风心都在抽搐 你们都什么表情 不管是对面那些该死的怪物 还是后面的友军 你们诚心要弄死我吧 没看到那只大眼珠子冒出的寒光 都割裂大道了吗 忍不住快动手了 但是 他能做什么 算了 我心 依旧 还是保持这种漠然的姿态吧 他俯视魂和 就这么默默地看着 我就是不说话 恶土中 无上生物的杀一列星海 他是谁 万界共尊的无上 朱天英他一念大句 可现如今 却完全被人无视 纵然不成道前 他都有自己的骄傲 更遑论是现在 黑雾翻涌 将恶土淹没了 终极地是一片宇宙 广袤无垠 眼睛悬在中央 无边的黑暗 将它都覆盖了 显得异常恐怖 一时间 诡异气息铺天盖地 小心 不要被不祥的黑雾侵蚀 俯视鹤道 提醒身边的人 他成为这个样子 就是当年被各种污染源侵蚀所致 若非他自身足够逆天 换一个人 肯定早已形身俱灭了 不怕 黑雾过不来 狗黄淡定 他觉得 那道身影 比九道一靠谱一万倍 根本不用担心 楚风终于动了 仰天望 想要长叹一声 这是要被侵蚀而死了吗 然而 看在别人眼中 这种格 当真是高的无与伦比 他在干什么 面对无上的杀意 他彻底无视了 宁愿抬头去看天空 黑血研究所的人主人难以自意 产生道 当真是 气吞六合八荒 大气魄 震骨朔金无人敌 我去 你大爷的 你在说什么 看我死得不够快吧 楚风想捶死他 这时一向惊天 无量黑雾沸腾 全面爆发了过来 侵蚀外部的大界 天地出现大窟窿 时间河流也出了问题 然而 当所有黑雾涌过来时 刚接近楚风不远 他脚下金色纹落蔓延 将所有的黑气都抵住了 并且 在痴痴声中不想被蒸发 而后灵气阴晕 接着圣洁气息弥漫 这才是无上手段 身若红中 迪荡万古 洗礼朱天 有人大声喊道 楚风接受了这次的恭维 心中 甚畏 我原来这么强啊 他飘飘然 我就横空于此 让你轻时又如何 无万法不轻 然后 他不说话 背负双手 就这么默默地望着高天 大眼珠子 我都不看你了 魂和镜头 终极的内 无上生物瞳孔收缩 他并没有怒 正常生物的情感 早已不存在他的身上 他现在 有的只是战役 更加灵力 无上不能退 唯有战 哄 这个时候 他要出动了 魂和镜头那里 顿时要炸开了 大面积的生机 浓郁地化不开 澎湃开来 那里是无上生物的养伤之地 现在一散出 丝丝缕缕的特殊物质 这些都是魂和孕育出的 至高精粹 属于举世难寻的奇珍物质 外界不可见 现在 仅是飘出丝丝缕缕 都让人觉得天地不同了 仿佛永固 可以长存下去 从此不朽 在那里 有一道恐怖的身影 渐渐浮现 无上生物要露出真身了 不过 他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唯一清晰可见的 冰冷的毛子在唐显 昔日的大战 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原本这种生物一念间 便可影响到 诸天的兴衰更迭 真身不可磨灭 可是现在 光阴流逝 岁月远去 他的伤却远还没有好 可不得轮廓 一部分为人形 一部分为凶情深 挤满病压裂到了大宇宙 让人窒息 外界 许多强者都在第一时间 生出感应 甚至能够在意识海中 看到那恐怖生物的 大体轮廓 顿时站立 许多戒鱼都在军裂 诸天似乎都要坠落了 这实在太可怕了 先下手为强 九道一喊道 你倒我不想啊 楚风悲愤 至此之际 如果有实力 他早就一巴掌糊过去了 他能做什么 还是保持姿势不变 背负双手 在那里看花开花落 云卷云疏 这一次 无上生物真的被激怒了 即便早些内心 古井无波 早已斩掉那样的情绪 可是现在 他还是忍受不了 大物中那道 副手里的身影 真不将他看在眼中啊 到现在都无视他 嚣张与自负 到了什么程度 多 无上生物一声轻斥 真生动了 黑暗宇宙中 隆隆作响 万界都仿佛要炸开了 无数的道祖 浮饰在其脚下的景象 映照于朱田 古 突然 像是泉水在涌动 油若瀑布在垂挂 一条白色的皮链 从那终极的深处飞来 迅速向着楚风而聚 生机浓郁地化不开 那是魂河的无上精粹 所有人都惊呆了 大物中 那道背负双手望天的身影 太彪悍了吧 这是在洗劫无上生物的养伤物质 一时间 魂河尽头 海量的原生物都震惊 他们能顾清晰地感受到 魂物质中的无上精粹 被吞噬了 楚风发呆 他脚下的金色纹落 像是饕天 惊吞牛影 吸收恶土深处的特殊奇珍物质 盖世无双 后方 光头男子大喊了起来 虽然还未开战 但是他却觉得自己冷下去多年的雪 竟然滚烫起来 战意高昂 他心潮激荡 昔日旧景重现 天地归来 今天要先翻魂河吗 唯有一个字 战 鼓鼓而涌的魂物质精粹 没入金色纹落中 迅速地消失 楚风终于知道 究竟是谁做的 他看到了元凶 石冠 他早有猜测 到头来终于被证实了 是这东西 牵引他来魂河 跑这里吸收无上的魂物质精粹 不对 很快 他又发现了异常 石冠中有东西 也在吸收魂和奇珍物质 发生丝丝变化 是 一颗种子 并不是早先曾经生过根 发过芽的那枚 而是新的 当初得到时 石冠中共有三颗种子 一颗还算正常 可以开花结果 另外一颗乌黑干扁 有些变形 没有生机 剩下的一颗呈紫褐色 扁平 像是被压扁了 后两颗种子 这么多年来 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楚风用尽了办法 都不见它们发生丝毫变化 它们很特殊 当年经历轮回 偷渡到阳间时 楚风的肉身都四分五裂了 可种子却承受轮回碾压 不曾受损一丝 今天 那颗乌黑干扁的种子 居然在吸收无上的魂物质 它鼓障了一些 不再干巴巴 也有了几许生气 种子复苏了 楚风内饰 观察体内的石冠与种子 简直不敢相信 其中一枚死气沉沉的种子 竟焕发出些许生机 现在 它不得不怀疑了 它到底是怎么来这里的 是罐子驱动的 还是种子牵引的 充满了迷雾 不管怎样说 冠与种都有古怪 猜不透来头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 电光石火间 容不得楚风多想 这个时候 无上生物发怒了 当着它的面 在它的老巢中洗劫它 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是都到现在了 它已经出手 可那大物中的身影 还在抢劫呢 肆无忌惮 从终极地盗取它的养伤物质 最可气的是 大物中的那道身影 还在背负双手 依旧在望天 这实在让人受不了 理直气壮地盗取 无上的魂物质 居然还这么地无视它 不讲道理啊 换个暴脾气的 估计要诈费诈心了 它不再隐忍 实在受够了 在它的手中 出现一柄璀璨的长刀 晶莹透亮 绽放九色锐霞 席卷了朱田 万界战力 许多虚空都在隆隆作响 映照出这柄刀 惊涉了所有的大世界 无数的净化者胆寒 终极的尽头的 无上生物出手了 轮动它的兵器 展出绝世一斗 太恐怖了 那柄刀绚烂到极致 从黑暗宇宙深处 直达魂河 到了地战之地 贯穿宇宙星空 毫无疑问 这是霸绝天地的一刀 携带着一位 无上的满腔愤怒 小心 光头男子低吼 握紧了拳头 虽然知道 自身没资格必要介入 但是 由于太在意 也太紧张 他还是强烈不安 杀呀 这个时候 就连五疯子 都忍不住大河出声 希望那位 打出灌绝天上地下的一击 他跟着有些疯狂啊 不止他一人 黑血研究的主人等 也都感同身受 仿佛是自身 在面对金射诸天万劫的一刀 魂光都在站立 若非那个人挡在前面 再加上有地中守护 有战矛横天 他们估计都没有办法站在这里了 真正的大战 要爆发了吗 所有人都无比紧张 可是 那位太淡定了吧 不 他终于动了 在电光石火间 他回首 看向魂河镜头 盯着恶土中的无上生灵 你 还在看 依旧这么镇定 真是稳如老狗 稳得都让腐尸等 一群人都慌了 大雾中的那道身影 太他们镇定了 这样不行啊 金鸣的九色长刀 贯穿大宇宙 披露到你身前了 还不出手 刹那 意意味着永远 这些全都是强大生灵 一个念头间发生的事 杀呀 九到一都大吼了起来 太担忧了 怎么还不出手 要被动等着魂河的无上生物 斩杀下来吗 其人太甚 别人没怒呢 魂河的无上生灵 已经嘶吼 咆哮出声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吗 到现在了 都还在装 楚风想哭 他如果可以一战 早下黑手了 战与不战 出手与否 都一个结果 他能做什么 自然是继续看天边的云 看魂和远处的浪花 反正就不看你 在无上生物的眼中 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是蔑视 是在小区楼里 好像在说对他说 你看 我连你的出手都无动于衷 所以 他的情绪沸腾了 定要一刀斩了大雾中的那道身影 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能避开吗 难道要以大刀磨灭那一刀 哄 刹那间 场中发生惊变 楚风的体外金色纹落密布 将它保护在当中 这不是全部 在金色纹落外 还有一层血色光环 加持在更外面 宛若黄金烈艳燃血 金身映照赤光 那一刀 当真没有展落下来 因为 它被一只大手挡住了 徒手抵住金银 而绚烂的九色长刀 让它无法展落 至于刀光与大刀规则 也在被大手磨碎 这一刻 诸天万界都轰鸣 都在矩阵不止 那是什么 连九刀义都惊叫了起来 帝文映照万界 至于外层的血色 则是昔日大战 所沐浴之底血 浸染在身 浮现出来 天地回来了 浮世大吼 楚风 自己都在吃惊 金色纹落它能理解 多半来源于石灌 今天这罐子复苏了 可求浑合的 无上其真物质 可是 身体最外一层的 血色光环是什么 他有点发忙 那只大手 就是血色光环画出来的 楚风自身 依旧背负双手 压根没动 就这么看着浑合的 无上生灵 吼 呃土深处 无上生物怒吼 你他们还看我 尤其是 对方并没有动真身 这让他怎能不怒 太小瞧人了 无上生灵想怒斥 你敢小巨无 不可饶恕 不可原谅 杀 他在系长刀 黑暗中那只 巨大的毛子在滴血 开河间 万道符纹都在溃灭 逐天秩序都在崩断 无上生物爆发出至强一击 要灭那道身影 让他惊怒 让他心头发毛的是 一股可怕的气息 突然覆盖过来 让他如现泥沼中 竟然要被定住了 与此同时 楚风背后的血色光环中 浮现一只大手 向着前方拍来 你打哪里 无上生物 怒血沸腾 那只大手速度太快了 盖了在他的头上 这他们的是 摸头杀吗 最为过分 最为让他出离愤怒的是 那只大手力道 不是特别的巨大 在他脑袋上拍了又拍 这是羞辱他吗 而他居然无法躲避开 身体发僵 这让他震惊 心中涌起滔天巨波 竟有生灵能对他做到这一步 拍你的狗头 远处 腐尸大吼 呐喊助威 狗黄听到这句后都没反应 都不带搭理他的 正在那里激动地发抖 什么都顾不上了 这简直不可想象 无上生物 被人这样数次拍头 这是要镇杀他 还是在羞辱与教育他 混合尽头 无数的原生物全都胆寒 都在瑟瑟发抖 他们心目中无敌的混合主事人 居然被人压制 难道真的是传说中那位回归了 所有人心中都浪涛几天 此时 楚风毛骨悚然 因为他意识到 这里面有大问题 是谁在出手 这种感觉让他不安 让他发毛 他能感受到 在他的背后 像是有什么东西 像是有什么莫名的生物 甚至 他听到了呼吸声 就在后脖梗那里 到底是什么 是谁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身上除了食罐 种子 还有不能理解的东西 什么时候沾惹上的 他震惊了 此刻 狗黄发抖 心都在战里 他激动地险些大叫 一时间进热泪盈眶 终于确定了 这种威势 这种战力 绝对不是一道虚影 不是什么一缕意志降临 应该是致强者真身回归 多少年了 再次见到他了吗 他死死地看着那道背影 可是大雾太浓了 居然望不穿 看不透 究竟是不是他 天地兄弟 此时 九道一的嘴唇都在哆嗦 整个人都颤颤巍巍 难以置信 他猜测的是另一人 是那位归来了吗 他曾长年在战毛前祈祷 许愿了无数年 可都失败了 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现在 那位就这样回来了 谁在称蝴蝶 九道一眼中发红 想大哭 想这样大吼出来 只要是那个人回来了 还会怕谁 应该可以灭了诡异与不祥 就此扫屏 哪个敢跳出来 就像是他早先所说的那样 谁不服侍试看 是那个人吗 九道一也看不透 那片特殊的浓雾 天地 狗黄浑浊的老眼中 晕着热泪 他想这样大叫出来 只要是他回来 就能解决掉一切 什么混合 这么多年过去 该被打爆了 该被铲灭干净了 此时此刻 楚风能怎样 我心依旧 背负双手 我就这样默默地 看着你们所有人 然而 这落在每一个人的眼中后 就是至高无上 深刻不测 是无与伦比的大威士 第1477章 打无上已然上瘾啊 终极的深处 无上生物怒吼 顿时间 血气滚滚 如汪洋拍天 席卷了六合八荒 这一刻 诸天窦摇摇欲坠 无数人看到 苍穹居然发红 大到暗淡 秩序断裂 要毁灭了 万界将崩 许多天狱都出现 可怕的裂痕 被莫名侵蚀过来的 血气异象所冲击 震惊了所有人 混合镜头 恶土深处 那位无上生物 出离愤怒 他觉得 今天被严重羞辱了 大物中的身影 先是无视他 小觑他 然后又这么折辱他 拿手掌在他头上 拍了又拍 是可杀不可辱 楚风无言 这都能恨我 怪我吗 他觉得太冤了 只是在这里看看而已 就被你拎着刀砍 我惹你了吗 况且 他很想说 到头来 我都没有动一下 根本没有对你下手 又不是我拍你的头 当想到这些 楚风更不愤了 更觉得冤了 我不仅没动 我连话都没有说一句 这也能怪我 甚至 我都不想看你 也没怎么看你 我看天哪 我看云卷云书呢 到头来还被你恨 我 太难了 他的这种眼神 这种姿态 顿时被那位 无上生灵感应到 透过那特殊的大物 唯一能看到的 就是他这一双眼睛 结果 无上又一次 乍兴乍废了 太可耻了 那大物中的男子是谁 成心来羞辱他的吗 啊 他长笑 他恼怒 大吼声震动万剑 血气滚滚 染红珠天 冲向混沌 又卷向一片荒芜的世界海 他真的要发狂了 后方 九道一 狗黄 腐尸等都振奋 激动到全身颤抖 这实在让提示气了 让他们几乎都热泪盈眶 多少年了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这是要扫瓶魂河 打破终极的了吗 狗黄与腐尸的眼睛 都早已红了 他们那个时代 人几乎都死光了 不就是为了镇压诡异源头吗 回首往昔 亲朋固有金河在 多少人战死 对照此景 他们想大哭 尤其是不久前 那只猴子 那位刚烈的圣皇 最后的残影 也消失在他们的眼前 心中太难受了 那个时代 一个璀璨的大势都葬下了 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后患 大灾难的源头依旧在 今天能看到他们覆灭吗 杀 将这里打穿 为昔日之雇有复仇 狗黄低吼 九道一也煽然泪下 他也想到了太多 狗黄身边最起码 还有几人活着 而他那个时代的人呢 那个大势还有谁 很有可能 只剩下他自己了 可叹 那些故人 有时事称贯诸天者 有想以肉身横肚上苍者 都不见了 都凋零在万古洪荒之中 再也不可见 九道一怅然 神商 在今天看到希望之际 他怎能不为那些战死的强者 为那些付出血雨泪的有人感伤 我就是你们的眼睛 始终与你们同在 帮你们见证所有不祥源头 被扫灭那一天 离亭扫学会有时 这是九道一 与狗黄的共同心声 见笑了 人老了 就有些怀旧 想到了过去 想到那些曾与我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想到了那些欢歌笑语 想到了天骄备出的璀璨时光 我老了 我越发地想他们 真想追随 记忆中的那些人而去 九道一摇头 然后 失去悲戌 快速恢复了过来 本黄也是俗人 终究不能释然 放不下的东西太多 我也在后背面前丢脸了 狗黄失去浑浊的老泪 挺起沟楼的腰背 再次站的笔直 用力抱着小圣元 继续观战 啊 恶土深处 传来怒吼 那是无上发出的 他真的悲愤又憋屈 因为在他举刀向前劈掌过去时 又被压制了 那只大手虽缓慢 但却有力地 将晶莹的九色长刀按了下来 并且又成功在他的脑袋上 拍击了两下 他劈头洒发 眼貌惊心 双耳嗡嗡作响 口鼻都在一血 多少年了 他竟遭受这种奇耻大辱 好啊 太强了 打无上生物 根本就不费力 这是多么强大的实力 他是谁 传说中的那位吗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忍不住了 一脸狂热之色 在这里低声评论 他崇拜不已 像是个信徒般 想顶礼膜拜 武皇的眼神很绿 呼吸急促 这才他所追寻的力量 万古后 诸天空 万法空 大道空 唯有自身永恒为真 就像是大物中那个人 多少个时代了 多少个纪元过去 与他同事的人呢 还有那些璀璨的大界呢 都凋零了 都不在了 可他依旧长存 这当中自然有伤感 有大痛 有悲凉 可是 如果自身都不在了 就是那种遗憾与大痛 也体验不到 所以 变强 最强 是他始终的执念 是他不松懈的坚持与选择 另一边 黎达轻叹 终有一天 举世茫茫 同事的人都化作远古的回忆 只剩下我自己吗 就像史上的几位天地 孤零零 远去 孤独的前行 此话一出 旁边的人眼神顿时不对了 这话说的 就剩下你自己了 我们呢 我们都去哪里了 现在可是与你同事呢 你什么意思 就你自己成天地了 我们都死了 尤其是武皇 刚才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呢 都四集日后诸天凋零 弟子门徒皆死去 都不在后的场景了 结果 黎达一句话 直接把他这个武皇 也划拉到追忆中的一堆枯骨了 你大爷 所有人都想这么大声呵斥 离黑手一句 光头男子开口 那 严肃点 还在战斗呢 天地打无上呢 可是 无论怎么看 他自己都不够严肃 神态比较轻松 因为根本不用急不用慌 那位太强大了 没看到都到这一步了 那位还不时在望天吗 连带着光头男子 都去跟着望天了 那里有什么 仓物大道从望天开始吗 那位如此强大 就是因为这样才觉悟的吗 狗黄咳嗽了一声 很严肃 但是却很扎心 道 有在战斗吗 我刚才似乎只看到 有天地在撸猫 就这么一句话 终极的深处 那位无上生物 差点原地爆炸 不可饶恕啊 连当年的一条狗 都敢这么比他了 敢这样奚落与埋态他 这位无上强者 当诸 的确 在交手的过程中 他被那大物中的男子 接连拍了脑袋两回 看起来真像是 他们的 摸他的头 这简直是恶意满满 哪怕自认为是无上强者 他都在觉得 全世界的恶意 都加持到了他的身上 他的身体都在发抖 这是被弃的 怒不可遏 他真的一而再地被羞辱啊 撸猫 久到一疑惑 瞥了狗黄一眼 道 你不厚道 接着 他又摇了摇头 道 那分明是在摸狗头 再说 狗子 乖 混合尽头 终极的深处 无上生物 哪怕早已斩灭 正常人应有的各种负面情绪 可是现在 他还是怒了 狗子 摸头 你们疯了吧 竟敢如此如本作 不知道无上怒火一出 诸天都要塌陷 万界都要崩裂吗 找死 都疯了 这是无上生物 炸心炸肺过程中的怨与恨 他觉得自己又回归 到了年轻时代 又有了怒与悲等情绪 这实在不应该 但是 现在确实有 他今天心情恶劣透了 远处 也有生物怒了 似乎比他还火大 汪 狗黄怒了 扑上去 直接对着九道一的手臂 就咬 结果被躲避过去了 他又对着他屁股下黑嘴 一口就恶狠狠地咬下去了 汪 我警告你 别挑衅本皇 我连天地我都教育过 他郑重地警告 不忘记炫耀战机 但很快 他又一声惨叫 阿佩 你这死人皮 腕骨流转过去了 你肯定从来都没洗过澡 狗黄满嘴土芬芳 一副生无可恋 无比隔应的样子 多新鲜啊 我为什么洗澡 我万劫不朽 无尘无垢 不过 我这是人皮 无尘无垢的 是蜕变出去的血肉神态 这几张皮 是有些年头了 宝经岁月洗礼 我跟你说下 这几张人皮 曾经在腐烂的湿海坑里 打滚挣扎了三千年 在无量血池中浸泡过一万八千载 在污浊的 滚你带的 闭嘴 别说了 狗黄心慌 不想再听了 同时 他严重警告九到一 不要将他 与那诡异源头的 无上生物并论 他丢不起那个人 远处 黑暗中的 那只巨大的毒眼 血水不时洒落下来 照亮部分黑暗的宇宙 露出他模糊的庞大身体 无比骇人 这时 他能说什么 该怎么做 被压制了 还被人轻慢 哲辱 奚落 现在何以解忧 唯有一吼解千仇 好 这一天 诛天万界 无论在哪里 所有强者都听到了 这出离愤怒的一声大吼 源自无上生物 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脊背发凉 发生了什么 将一位无上生物 逼到这一步 这时 背负双手 一副高深莫测姿态的处风 其实很想说话 你们这么欢 好吗 能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 有点慌 首先 他不知道自己后脖梗 那东西是什么 居然能打无上 可是为何 他寒毛倒数 觉得有人在他的后背上 不断在对他的机体吹寒气 让他惊悚 其次 现在别看 暗住了无上生物 可那不是他做的 身上的神秘力量 如果突然消失 那乐子就大了 同时 他也对那流血的大眼珠子不满 你吼什么 赶紧退走不就是了 死气白赖地跟我打 不 跟我身后的生物大 要干什么 就不怕大家一起翻船吗 你要是退走了 你好 我好 他好 大家都好 这才是真的好 然而 终极地深处的无上生物 看到大雾中楚风的眼神后 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你什么意思 居然那样盯着我 反在斥责我 好 回应给楚风的 自然是无上生灵的咆哮 朕的诸天君烈 万界隆隆摇动 可怕无边 楚风也不高兴了 你还吼我 本想着万事何为贵 你却一而再地挑衅 先拿天刀利劈我 又不断地咆哮我 真当本做好脾气吗 我是楚中吉 现在我是无敌的 对 我现在就是天下无敌 楚风一边怒 一边也飘了 不知不觉间 他就真正地动了 他向前迈了一步 那意思是 要轰对方的头 万一能够震杀 那就直接杀了就是了 对待敌人时 他可不是善男性女 绝对不会富人之人 现在有机会 那就做一票大的 打爆你的狗头 这是楚风心中的呐喊 所以下意识地 他就迈步了 这一刻 风云变幻 天地失色 万道都在共鸣 都在颤抖 大雾中的身影 更加模糊了 而在外人看来 那道身影愈发的射人 其微滔天 其行跃万道 其势无匹 镇骨朔金 事实上 随着楚风迈步 他脚下交织出的金色纹落 也在主动蔓延 覆盖到了更深远的地方 落在终极地 顿时 无上生灵感觉身体 越发地僵硬了 如同被大盗链锁住 又背负亿万军的巨石 在泥沼中行走 艰难无比 而这一刻 楚风体外的血色光环化出的大手 越发的凝食 更有力量了 这一次 大手轰的那柄九色长刀暴鸣 光芒刺目 都要被震裂了 长刀被按住 身体也宛若被束缚 被禁锢 无上生物心迹 他生出不妙的感觉 难道会血染恶土 他这种生物 可谓万劫不坏 难以磨灭 真要叠血的话 那就关乎了生死 砰 果然 这一次 他遭受了重击 那只大手扇落下来时 打得他双耳轰鸣 巨大的毒目 更是见落下大片的血迹 晶莹而璀璨 照亮了黑暗 也映照出了他的部分真容 这是一个男子 凤目如垫 面孔妖异俊朗 在他的头上 有九色淋雨 甚至 依据模糊轮廓看 他的头上 好像还有一个 稍小一些的秦类的头 这时 他接连遭受轰击 大手都拍在他的头上 血见恶土 他的就伤发作了 让他又惊又心中冒寒意 他蹊跷流血 越发地不安 为什么摆脱不了 他想大吼 被那个大物中的男子 定住了部分躯体 动起来很艰难 你到底是谁 无上生灵 有着面对未知的恐惧 因为他觉得 一个弄不好 自身就可能要陨落了 看到了吗 就是摸狗那个 头 九到一个嘴很欠 看得出他心情大好 不再沉闷 不再悲伤 看到那只呲牙咧嘴的黑狗 他迅速改口 道 柔猫呢 手筋很大 将猫头都摸出血了 狗黄道 就像是大人教训孩子 不听话 就揍你 无上生物 从来没有这么悲凉过 他满腔怒火 真的要原地爆炸了 轰隆 楚风还在迈步 强大的感觉 自身目前无所不能的状态 让他 上瘾了 连那无上生物 都被他按住了 这个世间 还有什么他不能做到的 他很想凯探 打无上生物 真的上瘾啊 当然 他直接忽略了 不是自己动手的事实 现在他就是觉得 这是我做的 我一举一动 都代表了大事 无有横观万古的无敌身 一言一行 都可绝魂和强者的生死 那么 既然有如此手段 我为什么不趁现在出手呢 帮助有军 干掉大敌 平掉磁垫 哄 随着楚风越发坚定的迈步 整片魂盒都断流了 然后蒸发 大雾遮天 接着整片恶土都在颤抖 那片黑暗之地 不断轰鸣 仿佛要炸开了 而那无上生物 越发的不好过 它真的被按住了 九色天刀 哪怕不时横空而起 但也改变不了什么 那柄绝世长刀 现在竟被大手击得暗淡了 出现裂痕 楚风向前迈步 他的身后 共划出两只大手 宛若一对雨一般 向前蔓延 遮天蔽日 覆盖终极地 两只大手将无上生物 全面压制 其中一只数次轰落下来 打得他口喷鲜血 独目一片星红 就伤全面发作 竟这么容易 就镇压了一位无上强者 五皇 太医等人都觉得不真实 那位太强悍了 太逆天了 光头男子激动 浑身都在颤抖 热泪划过沧桑的脸庞 他等着一年很久了 终于亲眼看到 先帝抚你顶 结发受长生 久到一心情很好 看到浑河的无上生物 又一次被拍脑袋 蹊跷流血 他都忍不住想吟唱了 但很快他又纠正 道 你长生个毛 你去死吧 打抱你的狗 那个猫头 狗黄也大吼道 我们跟着一起杀进恶土 掀翻了浑河 扫平诡异终极的 此季 他真的激动了 今天或许能够做到这一切 真是天地归来了吗 还有什么打不穿的 轰不灭的 全部干掉 楚风坚决无比 打不上前 每一次迈步 恶土都在战立 都在崩裂出 可怖的大裂缝 至于那位无上生物 已经被他按住 或许正确的说法是 被一只大手按住了 被禁锢在原地 无论是狗黄 还是黎达 亦或是九刀义等人 全都没有想到 今天竟能有这样的战果 太惊人了 几人跟着上前 要踏平 混合恶土 楚风一往无前 在前方开道 大步前行 让所谓的无上生物的 旧伤全面发作了 满身是血 通体裂痕 当年他能活下来 就是奇迹 而这个时候 众人已经能够看到 恶土中的一些景象 狗黄 九刀一等人 看到了无上生物的真身 为了对抗大物中的男子 这位无上生物 真正走了出来 虽然又被按住了 但是已经清零恶土 边缘地带 他庞大无比 星球在他眼中都微不足道 在他的眼底深处 太阳坠落 星河暗淡 宇宙溃灭的景象 不时浮现 一切都映照在 他流血的独目中 所谓的无上 竟然是他 我说呢 那位打无上 就像是打儿子似的容易 此敌竟是那个家伙 狗黄瞳孔收缩 认出了那道身影 其实 他早就猜测到了 现在不过是正实罢了 当年 他自然没有与此人对上过 但是 通过魂合的传说 通过其他固有 战死前的神念 他知道有这样一位强者 此人头上有灵雨 背后生大道羽翼 他是孔雀魂母的长子 被尊为九色魂主 母凭子贵 那头老孔雀 之所以被称为魂母 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 逆天的子嗣 强大无边 当年 这位九色魂主险些 就成为无上强者 一只脚都已经迈进去了 法力滔天 俯瞰万界 难寻一位对手 不过 他终究还是准无上 没有彻底进入那个领域中 尤其是 天地踏魂河 降临此地 扫灭诡异源头之时 再次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大战 这位准无上 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当年虽然有真正的无上强者 挡住了天地 且古地府 天地藏坑都参与了 但是这位孔雀族的准无上 还是被打残了 被波及了 险些就死掉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养伤 还想再次冲击真正的无上领域呢 而且 他一直以来都以无上自居 当年养成了那种无敌的心态 说是自负也好 说是不灭的信念也罢 他的确强得离谱 别人根本辨别不清他 到底有多强 如果当年没有爆发大战 他应该就成功了 踏入真正的无上领域 成为俯瞰万古无敌的生物之一 只是 没有如果 他到底还是差了半步 灵门一脚并没有破进去 就是没有成就那种无敌的果位 所以他有无边的遗恨 此生想要再冲击 只是 天地当年打出的拳印 岂是那么好化解的 没有死去 不曾化到 就已经算是他的造化了 我说怎么像是柔猫 像是在打狗头 像是父亲打儿子似的 原来是准无上 九刀一凯探 可是无论怎么听 都有点不对味 什么时候 准无上也被人小觑了 竟被人鄙视 要知道 真无上不出 准无上一足以能够横推万界 天上地下无敌 狗黄很高兴 又很伤感 倒 看来当年 我们只差一步 就彻底平掉此地 即便有古地府 有四级府土下的怪物来源 其实也已经打残了他们 混合真的废了 当年几乎算是推平了 真无上居然都没有了 死绝了 只剩下一个准无上 他落泪了 当年太奸男 无数的阴节陨落 数不尽的天庭子弟 浑落外遇 身死他乡 这里远离阳间 死了都无人帮收尸骨 而他们居然打穿了这里 其实应该算是成功了吗 大猫小猫没几只了 不然的话 真正的无上 怎么不出来 毕竟现在都这个样子了 孔雀族的准无上 九色魂主 他都不行了 多半会死去 此时 楚风即将进入恶土 这是将要被载入史册的一日 也算是纪元巨变的开始 哄 九色魂主满身都是旧伤 但他并未屈服 还想对抗 可是在那脚步声中 他通体被震得军裂 真血见得到处都是 闻到了熟人的气味 正在跟着楚风前行 想要扫瓶魂盒的狗黄 突然止步 他的鼻子吸动 同龄大眼盯着某一段河岸 不得不说 他的鼻子太敏锐 称得上通灵 而昔日也的确有种说法 诸天万剑 没有谁的鼻子 比他的更灵敏 那里 狗黄神色凝重地指向一处地方 俯师与他有默契 无声地出现在那里 喜搞其动 迅速挖出一个大坑 很深 宛若一片大渊般 这是他的专业领域 挖掘古迹 探寻多少个纪元前的史前真相等 他最为拿手 大地下 是一个万人坑 全都是尸骸 有些已经化成骨粉 有些还是白骨 而有些依旧带着腐烂的血肉 找到了 狗黄扑下去了 身体都有些发抖了 他找到一张 残皮 带着血 黯淡的血至今都没有干 是你 怎么会如此 当年你死在这里了吗 狗黄失落 再次发现一位故人的痕迹 这是真身连带着血的皮 是神残岭那位留下的 俯师的情绪也有些低沉 狗黄心中发苦 道 是他 成长起来后 他绝对地逆天了 可却依旧死在了这里 他也死了 光头男子很悲伤 神残岭 他们的功法太特殊 名震天下 连那只强大无比的猴子 那位刚烈的圣皇 都曾认真去修炼过 而死去的这位 当年经历过一场大劫 后来遇到天帝 被带在身边 与小圣元几人一起 被认为是天庭的未来希望所在 他居然 死在了这里 只有一张粘着血的皮 不见得死了 俯师突然开口 因为 他清楚地知道 这一族太难死去了 那种功法 让他们可以 有远多于其足的机会复活 涅槃 甚至是死一次后会更强 对 没有他尸骸的气味 他或许还活着 狗黄失落间 这样郑重地点头 只为给自己一个希望 尽管他知道 希望很渺茫 血皮上有字 俯师很细心 一眼看到真相 尽管都被那血迹掩盖了 但是怎么能逃过 他这种专业人士的眼睛 他 还活着 我很震惊 但也无比的喜悦 可是 我又伤心 异常的心痛 我绝望了 怎么会是他 像是孟义 神残岭 那位留下的残皮上 最开始的一行字 竟是如此潦草 如此的杂乱 让人觉得混乱不清 这显示出他当时的心情很乱 震惊 喜悦 伤心 绝望 心痛 太过复杂 他究竟发现了谁 不过 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是让狗黄 俯师等人如坠冰教 有些惊悚 根据记载 大概意思是 魂和还有无上 一直不曾出事 哪怕那一战要结束了 某位无上 依旧完好无损地在闭关 并没有出来 这让狗黄几人 简直不敢相信 当年打到魂和决堤 都要覆灭了 若非几个古地来源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会被彻底扫平 这种大背景下 魂和居然还有 无上闭关未出 他极度危险 昔年就不弱于天地 竟然始终活着 不曾死去 来到了这里 而现在 他却还在坚持闭关 太可怕 这些话 这些记载 像是耗尽了 神残岭那位 最后的精气神 或许 他动不了 所以只能闭关 但是后来者 一定要小心 魂和纵残缺 也依旧还有治强者 显然 神残岭那位 最后是想将撕裂虚空 将这张带着血的残皮 打出去 警告外界人 可惜失败了 所以最终留在此地 随着岁月 葬在了尸骸坑中 此时 无论是狗黄 还是九道一 全都感觉到了一股寒气 冰冷刺骨 这里远比他们想象的水药身 要可怕多了 那个他 是指谁 看着这张 黏着血的残皮流言 通过推测 他们似乎与那位 无上有过不明的交集 这就有些可怕了 可惜 这张残皮是断裂的 丢失了一半 不然的话 神残岭的那位 应该是提到了 魂和至强无上的生灵 到底是谁 九道一瞳孔收缩 狗黄也如临大敌 大雾中的男子 能够挡住魂和中 那位最可怕的 无上强者吗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隐约间 他们竟闻到了 死亡的恐怖气味 恍惚间 甚至要借他地线了 诸天都将覆灭 这是错觉吗 狗黄与九道一毛骨悚然 这个纪元要结束 似乎都要被那诡异 而至强的生灵 横杀干净 第1478章 翻车了 狗黄与腐尸全都感觉到 一股刺骨的冷意 到底是什么人 成就至强果位 在暗中折服 虎视眈眈 这个生物太沉的筑气 当年 大战惨烈 魂和都要被灭了 它居然都没有出事 或许 正如带写的残皮上猜测那般 那个生物 当年也许闭关到了关键时刻 行动不便 你说会是谁 腐尸问道 它强烈不安 从脊椎向上蒸腾寒气 有某些不好的猜想 让它心中蒙上浓重的阴霾 狗黄一警惕地看向四周 生怕那个生物突然杀出来 某种本能让它发毛 恶土深处非常恐怖 那个未知敌人的危险程度远超想象 绝对是大患 究竟是谁 狗黄低语 心中阴云覆盖 虽然带血的残皮缺失半截 但是狗黄与腐尸 依旧能够做出一些推测 有某些强烈的怀疑 残皮上的血字 带着无比浓烈的情绪 能让小神残惊 喜 悲 绝望 那个生物应该与它有莫大的关系 是我们那个璀璨大师的强者吗 光头男子凑上前 它一神色凝重 任谁看到失落在这里的神残皮血疏 都会悚然 看着血疏 无论是否与我们相识 都有过某种交集 腐尸沉声道 他手持残皮 用心去看 去推测与联想 将自身带入小残的情绪中 以他的立场去感受血疏 这一刻 腐尸觉得后背都在冒凉气 他越发觉得自己的某种猜想可能为真 你想到谁 狗黄问道 一块老腊肉 一个死人 腐尸声音低沉 狗黄闻言 严肃正重地点头 他也想到了一个人 曾被认为早已作画 可现却存疑了 他们一同提醒大物中的男子 怕他吃亏 万一被那位真无上偷袭 那麻烦就大了 不过 那位真是稳如老佛 逼迫九色魂主 大巴掌数次削落下去 将之镇压 然后疯狂地掠夺魂物质 没错 场面现在有些失控了 并非楚风要这么做 而是实惯 他脚下金色纹络蔓延 非常胜烈 眼斩向恶土深处 喜结无上其真物质 楚风听到几人的对话 魂盒还有只强大个的 楚风要疯了 现在也只是硬撑着 真以为我背负双手 信不而由 很轻松吗 他想说 无承受着不可想象的压力 毕竟 这是在打准无上 虽说有些上瘾 让人飘飘然 可是 一旦清醒过来 他自然会意识到 这是在玩火 在揭打因果 现在看起来 他为所欲为 神威盖世 可是 这些在将来都要还 过了今日 十冠沉寂 背后的大手消失 魂盒会找谁算账 那时 他怎么办 尚乃哭去 说到底 是罐子与他背后的大手 在惹祸 在霸道行事 至于黑锅 全让他背了 而且 还是背了一口 与无上有关的 最大黑锅 龙大狱 我想你了 楚风无比思念 那头怪龙 这种黑锅 还是他来背比较合适 毕竟他已经 习惯了 楚风哀叹 还让不让人活 当然 或许在外人来看 他就是天威无匹 战利盖世 可是 他自己 却知道自家底细 以后怎么办 楚风真的要疯了 什么打雾上 有些上瘾 此时 全没了 事实上 那头孔雀也要疯了 今天遭受骑齿大乳 不仅就伤全面发作 还被撸猫 摸狗投杀 满身是血 他实在受够了 确实要原地爆炸了 特别是现在 那大物中的男子 莫名其妙 情绪波动剧烈 吃错药了吗 疯狂揉他 削他 脑袋都被拍烂了 俯师 狗黄几人发呆 看着前方 没办法再建议什么 但几人都很严肃 心头无比地沉重 俯师叹道 如果是当年那个人 那就可怕了 从让各方都透不过气来 是一个无比特殊的存在 他诱到 他从未死 已成为无上 是 哪位 光头男子狐疑 事实上 他也有不好的预感 隐约间猜到了是谁 小神残与谁最亲 狗黄问道 天帝 以及你我等 光头男子答道 他与小残关系极好 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在认识你我之前呢 俯师问道 光头男子听到后 顿时头皮发炸 果然与他心中不好的联想吻合了 他也是这么想的 与更早期有关 神残岭那位小残 当年来立即弃古怪 虽然许多人都以为 他与光头男子 狗黄等 为同时代强者 但其实他经历过更长久的岁月 是从某一古老年代 被封印下来的生物 在那极其遥远的时代前 神残岭曾经威震天下 一切都是源自一个人 曾经打遍天上地下无敌手 他完善了该族的功法 他曾久变无敌 而后又经历了第十遍 灵压古今 在那个时代 他让所有人都忌惮 都无奈 因为他太强 不可匹敌 也因为他活得足够的久远 那些年月 一些遗存下来的至尊 都躲着他 都折服不动 必须要避开他的锋芒 神残十遍 震骨朔鸡 可以他活得天长地久 曾让无数人绝望 熬死了也不知道 多少个时代的主角 而这个人 与小残有莫大的关系 小残被封印到 与狗黄 光头男子那个时代 应该与那个无敌强者有关 所以 这一刻几人惊悚 想到了那人 真是他吗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听到后 脸都僵硬了 很想说一句 那一族的老辣肉还活着 太他妈的可怕了 这不是其他族 而是神残岭的那一族 族人数量极少 但是那地方太邪门了 神残超十遍 前所未有 一个被认为 死去无数年的恐怖生物 它其实是再历死结 真正还活着 现在得有多强 神皇 黑狗终于说出了这个这个名字 回首时光长河 这曾是古老的岁月中的 一位了不得的惊艳人物 正是他 将神残宫推演到极致 超越九遍 现在看来 他绝对走得远比想象的还要远 究竟到了多少遍 我们那个时代 经历末法岁月 万族 尊那最高成就者为神明 曾有真皇族的无敌者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被万族共尊为神明 而神残岭那位呢 更狠 直接号称神皇 那个时代 还有谁敢如此 知此一家 以神皇为号 万族共尊 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纪元与纪元不同 在那个末法时代 瞻神自者 就意味着天纵无敌 那个人的辉煌岁月 确实能够与天地时代交相辉映 真是他 光头男子叹气 总觉得后背发寒 因为那个人应该死了才对 与他们相隔了数十上百万年 不过 当年他们的确与那个人有过交集 见到过他的官果 神话时代九中观 连俯师都在感叹 那口官果非常特别 他们曾真正接触过此观 实质的 尺寸小的可怜 可以握在掌心中 仿佛里面真的装着一只蚕 可是 那当中却躺着一位曾经的无敌生物 当官果开启时 九色光冲消汗 凝炼了天地玄黄 镇压一切 在须弥山上逼的僧帝现身 最后妥协 神残岭威震天下 就是与此人有关 带领为数不多的几十个族人 屁腻万族 在史上留下赫赫威名 现在 无论是狗黄 还是辅尸 都通过沾血的蚕皮 联想到了这个人 他现在得有多强 每一次蜕变 就是一次新生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神残十三遍 甚至超越十四遍 当想到这里 所有人不寒而栗 当年 我就觉得不对劲 须弥山大战过后 那口九重观境 自主进入星空 横渡宇宙而去 就此消失 狗黄道 后来 多少年过去后 他们都足够强大了 可是 却再也没有 见到那口观 现在看来 他通过世界裂缝 坠入魂河了 是神皇尸骸通灵 黑暗化了 还是说 他本身压根就没有死 不知道为何 狗黄与腐尸都发毛 总觉得更像是后者 他当年躺在九重观中 或许并未死透 只是在蜕变中 该族的功法太特殊 极其可怕 这非常有可能 在那个时代 都说他死了 可又谁知道 他最终的下落 尤其是 前所未有的十变神残 只要躯体还在 一切便都还有可能 每死一次 一旦活过来 都会变得更强 这是最为恐怖的事 那一时 他没有死透 在生死间蜕变 后来 奇观或许坠入世界裂缝 又到了魂河 神残九变 在末法时代就无敌了 第十变就可以画 不可能为可能 这么多年过去 他如果一直在蜕变 简直不敢想象 光头男子心情沉重 一番梳理 他们猜测到 究竟是谁 有感沉闷而压抑 此时 不要说他们 就是楚风都觉察不对劲 总感觉有大孔不在接近 有危机在降临 事已至此 还能有什么选择 那只能 一条倒走倒黑 楚风不可能退走 所以 一枪怨气何处现 唯有打死准无上来排检 这时 他真的爆发了 大不逼近 身后的血色光环越发浓郁 这时 不仅画出了一对大手 连模糊的身体 都有些虚影了 是谁 远处 九到一阵汗 是他祈祷了无数年的那位吗 真要是此人 不管这里有谁 有什么危险 都无拒 横推过去就是了 哄 大手如混沌仙雷 打爆了此地 魂河断流 挣腾而起 恶土崩裂 像黑色的深渊坠落 真吗 这时 李达的眼神 都有些绿油油了 至于五疯子 双眼绿到发黑 黑绿黑绿的 像外貌乌光 那种气息太惊人 如果没有地中守护 所有人都 无法在此立足 俯师几人 都密切盯着前方 狗黄道 怕什么 无妨 大物中的那位 真要是天地真身 哪怕神皇活着 超十四遍又如何 我坚信 照样可以打爆 楚风感觉自己 身后那双大手 力量明显加强了 虚影显化 镇压此地 他意识到 这还不是完全T呢 血色神环 若是映照出一个 完整的生灵 到底有多强 准无上与至强者间 果然有鸿沟 有相当远的距离 什么都不用说 先打爆了再想以后 楚风豁出去了 随着时间推移 他身后那位 是越来越强大了 哄 九色魂主发狂 发疯 他披头散发 可是改变不了什么 自身陷入 极其危险的局面中 脱不得身 他身体撕裂 全身都是伤 巨大的毛子前 血水溅落下来 看看 又给打哭了 狗黄开口 是啊 没出出现 光头男子附和 九色魂主 真的想杀人 想溺死他们 轰隆 恶土深处 海量的魂物质汹涌过来 梅入楚风身前的 金色纹落中 这是在疯狂洗劫 啊 九色魂主长豪 声震万玉 此时 不仅是恶土深处 就连他的身体 也在流失魂物质 更有一条金银的手串 从他的体内被剥离出来 那是滋养魂光的质宝 属于奇珍物质中的绝品 在魂和最深处结晶 需要漫长岁月沉淀才能形成 这种东西 被准无上九色魂主 收于体内 自然是瑰宝 现在 他被夺走了 并在瞬间分解 化成光束 没入楚风体内的石冠 后方 一群人到吸冷气 这位真霸道 九色魂主遭受重创 劈头散发的对抗 嘶吼道 你到底是谁 盗取我魂和无上瑰宝 你已结下大因果 真无上都在 想只身挑战魂和吗 面对这种恫吼 楚风背负双手 不屑一顾 这是盗取吗 老子这是明强 斜着眼睛看你 这时 他心头火热 激动难以自意 因为他发现 石冠中那颗种子 越发地饱满了 生机浓郁 竟能如此 那美种子 需要以魂物质中 精粹来滋养 来栽种 而非一土 吃 酒色天刀燃烧 晶莹如光燕 喷勃出 可以斩破万界的刀芒 由无上大刀链构建而成 向着楚风劈来 碰 恶土俱阵 终极地颤抖 楚风背后的一双大手 直接夹住此刀 这次不给酒色魂主祭刀的机会 猛然用力催动能量 哄 长刀暗淡 出现一些裂痕 并且这个时候 像是感应到了楚风的心念 石冠的金色纹落 也蔓延过来 咔嚓一声 最终酒色长刀碎了 化成一地金属块 毫无疑问是九种母精的熔炼物 烧了 楚风心头狂跳 这是无上材料 正好可以炼进他的金刚灼中 他脚下金色纹落蔓延 石冠的能量很可怕 吸收魂物质 也将这九种母精的合金 给熔炼了一遍 最终 地上出现一块母精疙瘩 接着被金色纹落吞掉 落入罐体内 我要炼自己的威仪器 将金刚灼与体内的灰色小魔盘合一 楚风心中有所决定 九色魂主怒吼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他一血与魂祭炼的兵器 就这么被毁掉了 让他蹊跷流血 浑身都裂开了 哄 他自然不甘 不会束手就擒 彻底拼命 背后无量光冲销 那时他的尾羽 共有八十一根羽毛 璀璨夺目 形成光环 照耀万古 照耀万世 若是其他强者 只要被此光一照 顿时成为飞灰 显然 这是超越他自身极限的力量 一旦催动 会伤他的本源 若非到了生死关头 他绝对不会用 可惜 他遇到错误的对手 哄 楚风背后的虚影 已逐步出现 除却一双手臂 又凝实了几分外 一只脚也渐渐有些轮廓了 这震动的恶土 要瓦解了 此际 所有人都震撼 其力量还没有完全展现呢 简直是 不可想象 伪力归一 会多么的强大 横跟古今 永世无敌 碰 这时 一只大手画成了拳头 直接轰了过去 将九色魂主的维羽打爆 刺目的霞光绽放 无匹的能量倾泻 孔雀族的准无上惨叫 从来没有这么凄惨过 那是他的成道之物 81根维羽 凝聚了他一身的道横 现在被人轰破了 哪怕他拼尽 所有力量都挡不住 可以看到 当中有72根鲜艳的维羽炸开 大道符号焚烧 被那一拳生生地打爆 磨灭了 不过 最终还剩下九根 依旧长在他的背后 这九根很特别 与众不同 真正达到了无上级 这也是他自负的底气所在 能够借此不断进化 他找到了真无上路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将81根真羽 都进化到无上级 那他就跨过了那道坎 成为真无上了 可是现在 大物中的男子 不给他机会了 锁住他的身体 探出了一双大手 一手按住他 一手攥住了九根维羽 用力一把 啊 撕心裂飞的惨叫声 震动了魂河 也惊动万界 所有强者都听到了 并且看到了射人的异响 一头九色孔雀 挤压满黑暗的宇宙 庞大无边 结果被一双模糊的大手禁锢 用力撕下九根成道的真羽 鲜血淋淋 染红魂河 应召恶土 九色魂主哀鸣 愤怒 浑身都在爆发不祥的物质 但是依旧阻止不了这一切 破 九根无上级的羽毛被拔下 他瞬间就尾顿了 伤到了根本 自身的道国满是裂痕 正在塌陷 这羽毛的材质很强 很可怕 落下来后 窃破空间 化开终极的 简直无坚不摧 这玩意儿 要是炼成兵器 不可想象 这是能灭绝的器物 楚风掩热 这绝对是好东西 若是能吸收其精粹 熔炼进金刚镯 与灰色小墨盘中 不可想象 他想混住自己的兵器 金色纹落蔓延 覆盖了九根无上真语 最后 竟让他们暗淡了 渐渐归于平凡 不会炼化成普通羽毛了吧 楚风担忧 九根羽毛消失 落入十罐内 不管怎样说 暂时落入楚风的手中了 回头再去研究 他心头火热 那可是九根 无上真语 到了这一步 楚风确定 眼前的准无上 彻底不够成威胁了 因此 他安心了 心中有底气 他的怪话 也就来了 忍不住了 真弱呀 楚风第一次开口 发出自己的声音 孔雀族的准无上 双目喷火 愤怒到极点 被人小觑了 被人这么瞧不起吗 可是他又能奈何 他都要死了 后方 五疯子虽然震撼 但也觉得有些异样 这位怎么会给他 一种特殊的感应 此前有交集吗 无敌的大人 我愿追随在您的身边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最激动 忍不住开口 大人 真正的万古无敌 太医的次子 太横老祖也双目发热 他一想叩手 败在那个人的脚下 成为他的门徒 但是 为何他也有种感觉 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心中异痒 楚风嘴角抽动 若是曝光了身份 这群人作何敢想 还在等什么 在以我为棋子试探吗 检验来犯者的力量等级 要等到什么时候 酒色魂主低吼 愤怒而又悲凉 不成为无上 终究只是棋子 他名义上为魂和之主 但也只是明面上的 处理各种脏活累活 砰 楚风背后 大手画成拳头 吓死手了 一拳而已 将酒色魂主打爆 不过 天窟并未发生 准无上死后的意象 不曾显现 远处 迷雾散开少许 露出恶土深处的景象 那是一片深渊 在那里悬浮着遗物 接迎走孔雀 足准无上的真灵 果然是他 狗黄瞳孔收缩 那个人终于出来了吗 黑色深渊前 漂浮着一个残茧 宛若一个灌体 发出淡淡的光彩 无声无息 正是他带走了 九色魂主的真灵 是他吗 超十三遍 甚至超十四遍的神皇 深渊那里 寂静无声 残茧是空的 昔日灵雅古今的强者 到底死了多少次 蜕变了多少次 他真的来了吗 这一刻 狗黄浑身黑毛乍立 不知不觉间 那口残破的地中也发光 竟然自明了起来 无须任何人催动 中波如汪洋起伏 化身海啸 轰鸣暴起 九到一 浮尸也都寒毛倒数 从头到脚 都冰冷刺骨 而这时 楚风雀后的转身 看向另一个方位 那里 有一条路无声无息的出现 贯穿时空 浮现在浑河畔 轮回路 楚风瞳孔收缩 他认识这种路 这是与轮回有关道路 他曾经走过 不过 这一条看起来更古老 有些特殊与不同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 这是古地府 轮回路 嗡 又一个方向 剧烈颤抖 时空朦胧 那里浮现出一条通道 隐约间可见 连着一个模糊的天坑 这该不会是天地藏坑吧 楚风心头狂跳 此时此景 他只想说一句 这次要 翻车了 除却魂河最深处 有真无上外 连古地府与天地藏坑 都有怪物爬出来了 这还能不翻车吗 第1479章 一条路走到黑 狗黄 光秃秃的身上 为数不多的狗毛 都竖了起来 他眼睛都红了 又是这些地方 又是他们突然出现 当年 他们都要推平魂河了 结果古地府出现 天地藏坑中 也有不可想象的 恐怖怪物爬出来 改变那一战的结局 他眼角 都要瞪裂了 当年留下了 太多的血与恨 如果没有这几个地方 突然杀出 天亭怎么会死 那么多强者 腐尸也煞气滚滚 目自欲裂 昔日 若非这几个地方 那些故人有不少 都应该还活着吧 是他们 又来了 光头男子 身躯都在颤抖 手中的降魔杵发光 让虚空轰鸣 大到纹落焚烧起来 他恨得发狂 血泪都流出来了 正是这几个地方 导致他的那些书白 那些兄弟蒙难 九道一瞳孔收缩 手中的战毛璀璨无比 锋芒洞穿天雨 散发出莫名的气息 黎达周身 都被乌光淹没了 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 脸色苍白 真的很想大叫一声 这还怎么打 必杀之局 就是五疯子这个狂人 现在也如坠冰轿中 将在原地 一时间没脾气了 楚风叹气 还能怎样 他兢兢业业 尽职尽责 在这里装无上 他容易吗 这么长时间 他始终背负双手 默默无言 抬手望天 那可真是一丝不苟 自己都相信 自己是盖世强者了 结果 又惹出几个大哥的来 而且是真真正正的大哥的 他无语宁业 他觉得 自己真 尽力了 可行事比人强 不服不行 这世间的几个诡异源头 几乎都来了 他原以为 可以一路装无敌 摆出至强者的姿态 强硬到底 谁曾想 最后终究还是翻车了 现在 他想退走都不能 前面是深渊 一个残茧横在那里 挡住去路 而后面 古地府 天地藏坑 贯穿此地 前有狼后有虎 这可真是进退两难 至此之际 他还能做什么 唯有 背负双手 仰头望天 可是 似乎没什么意义 真无上来了的话 根本就不会发出他 终究还是要开打 楚风 副手而立 环石周围 一声轻叹 狗黄的心顿石 沉下去了 大雾中的男子 终于又发声了 可是这次 却不是积极信号 他叹气了 这是有些无奈吗 九到一也心头俱阵 难道不是那位吗 真要是那位归来 管你是谁 管你来自哪里 横推过去就是了 谁敢言不办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脸色煞白 他纵然在对大雾中的男子自信 可是一旦看到传说中的几个地方联手来袭 也心慌了 楚风终于又一次开口 道 此时此景 无想问一句 他声音沙哑 并未动用自己年轻的声音 此际在屁腻诸笛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看着大雾深处 都平住呼吸 想听他最终会说出什么 这算是他第一次郑重的发生 看样子 他不再轻松 不再随意 而是无比的严肃 肃杀之气弥漫 这是要决一死战了吗 狗黄 九到一 腐蚀几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都跟着紧张起来 大雾中的男子这样停顿后 让此地无比的死迹 没有一人开口 气氛非常压抑 让人要窒息 浑合镜头 深渊悠冷 残碱沉浮 后方 古地腐轮回路那里 则甚是不详 另一边 连着天地藏坑的路很模糊 若隐若现 这是一种大恐怖 无形的压力在叙事 在增加 换成其他进化者 在这里 早就精神崩溃了 终于 大雾中的男子扫尸四方后 再次开口 道 都来了吗 可是 还不够杀啊 众人发呆 全部震惊 居然是这种话 人们还以为 他感受到了压力呢 所以才如此的正中 谁能想到 居然更加的轻狂 自信爆棚 竟是这种态度 不言而喻 他觉得人太少 还不够痛快地大杀一通 还有没有 四级浮屠下的怪物呢 有爬出来吗 楚风断鹤 就这么几句话 顿时引爆此地 让武皇等人都震撼 黑血研究所的 主人的脸顿时不白了 而是激动到潮红 热血澎湃 久到一响大吼 热泪盈眶 他觉得 是那个人 一定是他 不然的话 怎么敢如此自信 那几个地方 都不够他一个人杀吗 狗黄野身体颤抖 嗷嗷叫了起来 昂首直立 犹若天狼笑愿 深渊寂静 没有一点波动 古地俯轮回路 也没有声息 楚风现在什么状态 豁出去了 既然到了这一步 没有办法退走了 那他干脆破釜沉舟算了 没法下车 那就干脆将车门汗死算了 他准备狂飙 一条路走到黑 不想回头了 所以 他还有什么可怕的 既然注定无法善了 那就决战吧 天崩地裂 杀个痛快 因此 楚风副手而立 还是那么的淡定 甚至说 他的气势更足了 真正的君临天下 俯瞰万古 谁敢与我一战 他摆出了这种姿态 呈现一种无敌的气势 杀 狗黄吼道 他早已战血沸腾 仿佛回到了当年 那一时征伐魂河 所有人都斗志昂扬 恍若昨日 旧景还在眼前 这是延续当年之战 宰了他们全部 这次要进全宫 俯师也大吼 现在 几人摩拳擦掌 都置生死于度外 完全不在乎性命 将眼前荡成了当年 恍惚间 那些故人 那些亲朋 还在身边 正浴血搏杀 与他们并肩作战 楚风动了 这次向前方的黑暗而去 针对那个残碱 就要杀过去 没什么可说的 既然走到这一步了 退缩也无用 杀吧 轰的一声 黑暗的深渊前 那里一片诡异 残碱下沉 居然有些模糊了 并未有制强者出示反击 嗯 这让狗皇吃惊 原以为最激烈的大战开启了 谁料到 那残碱避开了 神皇不在吗 那是他留下的碱 楚风露出一色 自身周围的大雾更浓重了 并且这个时候 他身后那道虚影的双脚 都渐渐显化 哄 下一刻 楚风露的转身 不再进逼魂河 而是朝着远处 古地府轮回路那里而去 模糊的路连着此地 随着楚风前进 整片天地都在剧烈颤抖 楚风的脚下 金色的纹落格外的璀璨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向前蔓延 不断交织 像是一条神秘古路 比之古地府的轮回路 还要幽远 深邃 似乎连着永恒 楚风踩在上面 大步前行 这一次 他没有任何的停顿 轰隆 天崩地裂 当他脚下的金色纹路 与轮回路接触后 古地府那条模糊的路径 居然瓦解 直接炸开了 霸气无双 盖世绝伦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 忍不住心惊 失声叫了出来 事实上 其他人便是没有喊出口 也都震撼无比 大雾中的男子 就这样直接逼迫过去 脚下的大道纹落 就轰然碾爆了那里的轮回路 这太强势了 霸道无比 狗黄 俯师都激动 振奋不已 他们想到了当年 天地出征 最开始时也是如此 是要踏平此地 不过 后来遭受各方阻击 不可想象的敌人先后出事 降临于此 这才导致惨烈的战况发生 现在 大雾中的男子 他到底是谁 古地府的道路被踩崩了 他们会甘心吗 等了片刻 那条路崩开后 古地府竟然没有再献出来 一时间 所有人都心惊 狗黄与俯师最为不解 有些发猛 怎么会无人杀出来 那么恐怖的古地府 更胜过魂河 深不可测 当年极其害人 现在居然如此地 引人好脾气 有问题 他们并不是真要降临吗 这是在试探 俯师怀疑 哄 这时 大雾中的男子再次动了 向着另一边的 天地藏坑浮现的道路逼近 大步前行 气吞还雨 那里的虚空炸开了 当金色纹罗蔓延 当大雾中的无上气息弥漫时 前方那里的道路全面爆碎 天地藏坑的朦胧虚影 就此消失 这实在太强势了 霸道的惊人 大雾中的男子大步前行 逼得那两家都退走了 不太可能吧 这时 狗黄非常疑惑 他都准备拼命了 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谁能料到 到头来 竟是这么一个结果 谁敢与巫一战 楚风开口 君临天下 站在此地 看着破碎的古地府伦回路 与天地藏坑虚影 那片地带彻底暗淡下去了 这种无敌姿态 这种强势 震动各方 一时间 诸天万界都在轰鸣 都在战力 都在映现他强势的模糊身影 那两家诡异源头 居然就此消失 没有生物过来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有阴谋 光头男子低吼道 他才不相信 那两家会惧怕 必然有什么 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发生 楚风没有飘飘然 因为 他能够觉察到 这片地方的恐怖氛围未变 尤其是前方 总让他不安 哪怕识惯交织金色纹络 身后的虚影显化 也依然让他有种发肾的感觉 稍微停顿后 他再次动了 这一次直逼深渊 走向传说中 混合终极地 谁敢与巫一战 楚风大喝 错过今天 或许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踏足此地了 现在他 既然能动用无上级战力 为什么不出手 若是一战推平 再也好不过 他还年轻 许从未冷过 现在 一旦豁出去 决定一条倒走倒黑 那么他自然也就无比的激昂 这种大喝 着实撼动了天地 仿佛贯穿了古巾 让诸天歌地间许多老怪物 都跟着心惊肉跳 这是在干什么 要灭魂盒了吗 有盖带人物出世 在今天 要扫平魂盒 楚风声音不高 但是却足以响彻诡异终极的 他脚下金色纹落胶织 轰的一声 震散了前方的黑暗 这一刻 那所谓的终极的彻底展现出来 被揭开诡异面纱 狗黄 腐尸 酒到一道吸冷气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此地真相 黑暗散开 那是怎样一幅 奇异而又可怕的景象 所有人的瞳孔都在收缩 楚风止步 宛若一座不朽的大山 堵在魂盒终极的前 这是彻底打破神秘 杀到诡异源头来了 谁敢与巫一战 他冷漠的声音再次轰鸣 撼动终极的 大裂痕交织 蔓延出去无禁远 第1480章 终极的真相 楚风这是豁出去了 硬撑着 也要走到底 他来到了终极的尽头 诛天万界 所有人都不了解此地 不知道这里究竟如何 而现在他看到了真相 真正的无上恶土 诡异的源头 第一次清晰地浮现在几人的眼前 狗黄 腐尸全都震撼 难以开口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想要打下来的最终地 九道一瞳孔收缩 提着湛毛 寂静无声 而这个时候 他手中的毛风自主发光 宛若在焚烧万古积垫下来的 所有大道符文 照亮了前方的黑暗之地 那是怎样一片所在 太特殊了 一片宇宙吗 又不太像是 四周有绝壁 有不可想象的悬崖 高大无边 须弥纳于戒子 还是说 这本就是一片特殊之地 黑暗宇宙 承载于一片恐怖的石壁周围 或许 可以称之为 深渊宇宙 一片恶土 浩瀚无垠 但是中间是空的 宛若一片深渊 那里面有宏大的星球转动 有死气沉沉的星海 最外面 像是由绝崖围起来的 只有入口 这里是敞开的 这像是进入深山中 看到一片特殊的地势 黑暗深渊 一眼望不到尽头 可这深渊内太特殊 是宇宙 是深空 广袤无垠 当然 这不是吸引人的地方 真正的古怪与恐怖之处 在于这片深渊宇宙四周的石壁 在那上面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窟窿 到处是漆黑的大洞 而一口又一口山泉 一条又一条小溪 一挂又一挂瀑布 从那崖壁上的窟窿中流出 那是什么 那些都是魂物质 都是魂光水泽 它们是魂河的前身 正是它们落下 在虚空中交织 汇聚在一起 最终形成一条河流 魂河 那深渊中 一颗又一颗星球转动 更有诸多的星海漂浮 而山崖峭壁上 则流淌魂物质 这着实诡异而古怪 宛若一片开凿出来的山壁世界 那些魂物质 来自何方 魂河 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无论如何 楚风都觉得 所看到依旧不是完全的真相 不是本质 他现在有股冲动 凿穿崖壁 看个究竟 在山壁中 会不会有几个超级恐怖的大哥的 大到古今无敌 无人可治 连九到亿都在到吸冷气 这片地方 让他强烈不安 觉得发甚 在这个地方 狗黄也觉得头皮发炸 这是一种本能直觉 总觉得越是向前 越是接近 越是离自我毁灭不远了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 让人悚然 灵魂不安 预感自身将要死在前方 便是黑手黎达都无比严肃 一语不发 体会到万古的死迹 以及无边的不祥 涌上心头 楚风站在最前方 就差一步 便跨上石壁悬崖上了 加上脚下金色纹落 与深渊接触 他感受更深 可以说 从来没有过的沉重 让他心底最深处 有股焦躁感 石冠都有压力了吗 还能挡住吗 显然 到了这里后 便是石冠都不同此前了 传给他的是某种压力 而不是早先那般的平静无波 深渊 空空寂寂 冷冷清清 断绝一切 除缺一个死寂的残碱外 万物不存 什么都没有 走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楚风已经冷静下来 早先的一腔热血 渐渐平复下来 他得接受现实 这一切终究不是他自身的力量 再这样下去的话 诡异的源头 走出正无上生物 他不见得能挡住 到时候 就不是他一个人死在这里的问题 而是全灭 所有人都逃不走 最为关键的是 石冠这种东西 绝不能留给魂和 绝不能留给不祥的生灵 而且 真要打起来 他预感到 古地府 天地藏坑不会袖手旁观 终究是要出事 要杀出至强者 我终究不是 你们口中祈祷的人啊 楚风一探 他没有去看九道一与狗黄 他只是他自己 改变不了什么 甚至 以他目前的层次 都不知道 狗黄与九道一真正的跟角 更不知道 他们口中的无敌强者是谁 然而 有些是经常因为偶然而巨变 比如说这个时候 形势不由他 狗黄眼睛都要瞪裂了 浑身颤抖 一双浑浊的老眼 渐渐变得心红 充满了血 他低声嘶吼 我闻到了 有那种大药的气味 不能退啊 再前进几步 我们或许就采摘到了 他这样难难 这样低吼 情绪激动得难以克制 一副要发疯的样子 狗黄的鼻子太敏锐 过去就有说法 他这鼻子 不说古今第一 也能排在前三甲内 什么都可以闻到 楚风醋眉 他知道 这只狗一直在找某种药 当初 他在三方战场时 这头大狗就曾投影 将他那只黑色的小木毛 给抢走了 去争主 去熬练 可最后又失望 嫌弃药性太弱 不足 他在这里又发现 找到真正需要的大药了吗 楚风没有回头 但是他知道 那句曾经浮在残中上的地狮 与黑狗的关系太深 他肯定会在这里拼命寻咬 再前进一步吗 楚风想了想 还是动了 轰的一声 这一步落下 他就站到了绝崖上 俯视无垠的深渊 这一步迈出 或许也意味着 要与魂合不死不休 决战到底 彻底没有退路了 你真敢 深渊中 那个残茧中 传来冷冽的声音 九色魂主只剩下了真灵 躲在当中 有何不敢 都打到这里来了 将你都灭得七七八八了 还有我不敢做的事吗 楚风虽然没说话 但是眼神足以表明一切 他盯着深渊 甚至再次迈步 向着黑暗中而去 凌空虚度 要入黑暗的深渊下 追杀那残茧中的准无上 在他的脚下 金色纹落蔓延 扑在黑暗中 映照出许多的星骸 都如尘埃般 都如废弃物般 到处悬浮 不过 这个时候 楚风心头一沉 金色纹落明显传来特殊的感应 让他心中都跟着矩阵了一下 这深渊很恐怖 让金色纹落 都暗淡了几分 但刹那他又恢复了 没有人看到 唯有楚风自己觉察到了 这里有大恐怖 不是一般强者可以待的地方 他觉得 换成一位究极生物 比如黑血研究所的主人 真要贸然踏足这片深渊 都要生死到消 这块地方 一般的生物无法立足 会迅速消散 当到了这里后 他冲着破损的古老残茧而去 感受到了那件携带的一股死气 以及一缕缕诡异不祥的气息 残茧的主人 蜕变成功了吗 居然会有死气 楚风破镜 残茧突然沉入黑暗中 加速俯冲 与他远距离相隔 不想与他照面 楚风止步 因为随着他深入深渊 体会到了越发不同的气息 像是有无边的宇宙 无数的世界 被葬在这里 他伸出手 去捞深渊中的灰尘 隐约间感觉到 那一粒粒宇宙尘埃 似乎是一个又一个 曾经的辉煌大事件 金色纹落 没有蔓延出去很远 甚至 有收缩的迹象 石冠的目标是山壁 他可求的是 那里的魂物质 楚风沉没 最终无声地 再次出现在山壁上 俯视深渊 凝视着下方 感觉自身 像是要涌跺下去 他的心 他的魂 仿佛要坠落 要与黑暗融为一体 归迹此地 很可怕的地方 有石冠在身 居然还有这种 要毁灭的感觉 这是多么可怕的地方 终于给神秘的罐子 都带来压力了吗 这时 狗黄 腐尸 光头男子 眼睛都是红的 如同打了鸡血 或者说喝了无上血 都要发疯了 他们都跟着登上崖壁 踏进终极恶土中 楚风不得不暗自开口 提醒几人 万不可踏足深渊 不然会出事 人呐 那么多的魂和生物 都跑哪去了 最重要的是 狗黄要找的大药在哪里 现在看到的石壁 寸草不生 光秃秃 什么都没有 哄 有人出手 硬汗山壁 结果只发出轰鸣声 悬崖峭壁都结实得吓人 没有一丝裂痕 老皮出手 动用你的兵器 狗黄球员 让九道一 以战矛开路 而他自己 也要动用地中 在此期间 地中一直在轻颤 但是形成的符文 趋向于防守 化作护体光幕 将它们照在当中 碰 九道一的战矛 落在山壁上 直接戳开了 中波动荡 让山体裂开 也露出了内部的真相 山壁内是空的 哄 楚风也出手了 都到这一步了 也不用太在意什么 他脚下一阵 不仅有金色纹络 撞击山壁 还有身后的一双大手 爬住了悬崖 轰的一声 生生给撕裂开来 魂河飞溅 山崖摇晃 在山体内 竟宛若风潮般 密密麻麻 到处都相连 到处都是窟窿 魂河物质在流淌 而这一刻 药香更浓郁了 在山腹内部有药草 不止一两种 有些窟窿内 鲜光普照 极其的绚烂 有些地方 魂物质内长着奇连 摇曳光辉 诡异之地也有神圣 同时 这广袤的山腹世界中 还有大量的魂和生物 都躲在那些密密麻麻的 窟窿世界中 楚风双脚用力 金色纹络不是很爆裂 但是却足以让脚下 宏大的山壁裂开 不断向下蔓延 甚至到了最后 全面军裂 你敢毁掉此地 深渊下 残茧中的九色魂煮金木 同时它也有些巨疑 这地方真的要被毁掉了 真无上怎么还不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有些不解 魂和的无上呢 即便养伤 早先再试探 也该出事了 可是 这里依旧寂静 魂和终极的没有蛰伏着 真无上吗 连九色魂煮都震撼了 不安了 感觉不可能 哦 狗黄嚎叫 真的癫狂了 它忍不住向着山腹中的地窟窿冲去 它发现了 在那最深处 一定有它想要的那种药 就是不知道药性 是否足够强 黑狗哭了 一边向前闯 一边失去老泪 喃喃着 我真的想还你一世地生再现啊 到了这一刻 九道一 梨达 腐狮等自然相陪 一同向前寻找 山腹内太危险了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魂和生物 有的是狮怪 有的是有灵质的原生物 煞气滔天 其中的头领 比如六手兽 白孔雀等都在 还有甚至比它们 还深不可测的怪物 毛子开合间 很射人 这个时候 楚风站在原地不动 任脚下金色纹络蔓延 大量的魂物质精粹 迅速被裹挟回来 消失在它的镜前 这是在洗劫 楚风有些吃惊 这个罐子 到底有多能吃 亦或是说 那颗种子在复苏 在疯狂吞食此地魂物质能量 它有点猜不透了 实惯地厉害它清楚 但是 那第二颗种子 怎么会也如同无底洞版 不断吸收 它很怀疑 这颗种子 当年难道差点死透 只留下一丝生机 所以现在需要海量的魂物质精粹 看来 三颗种子完全不同 甚至 它觉得 别看都是种子 但是最后长出来的东西 可能根本不相同 这该不会真是个生物吧 它有点惊异不定了 第一颗种子 会开花结果 撒落下花粉 相对来说 还算正常 这第二颗种子 无论怎么看 都极其不正常 不过 眼下顾不上那么多了 它就没戒备着 任十罐金吞牛影 在这里疯狂掠夺 裂开的山壁内部 一股又一股小河流 成千上万 甚至有数十万条 都蕴含着魂物质 正是它们汇聚到一起后 才组成魂合 每条小河的尽头 都是一个大窟窿 许多魂生物都躲在当中 宛若风潮般 楚风有意试探 最终 向着大窟窿内走去 结果那里的魂和生物 全都惊叫着 不断倒退 最终竟如梦幻泡影般 彻底地消失了 嗯 这让楚风都吃惊 那些人突兀不见了 至于大窟窿后面 竟是深渊 是无边的黑暗 连着残茧所在的深渊宇宙 九色魂主愤怒 嘶吼道 无上 你在哪里 消失了吗 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年去了何地 连他都没有料到 终极的深处 难道真的空空如也吗 九色魂主有点 想不开了 他算什么 在这里属于看家的仆从吗 结果发现 这里不过是个空房子 能打到无上呢 哪去了 看到楚风疯狂洗劫魂物质精粹 他也有点要疯了 真灵波动剧烈无比 你道取没完没了 他不想说话了 什么叫道取 这能交道与偷吗 我这是明强 斜着眼睛看你 楚风不屑地斜看那个方向 明白无误地表达着这种心意 如果不是伟力不属于他 早就一巴掌拍死九色魂主了 无上 你在何地 杀出来啊 九色魂主大叫 楚风不爽了 即便我不能随心所意地杀你 但是只要逼近你 一样可以借助身后那双大手的力量 将你抹杀 所以 他动了 再次降临深渊 而这个时候 狗黄也不服不愤地叫了起来 什么魂和之强者 什么无上 都死哪里去了 出来 还我那些兄弟的性命 他的状态很不对劲 触景生情 想到了当年死在这里的天庭不重 不断嚎叫 诅咒魂和 大骂九色魂主等 狗 开骂了 九色魂主又急又气 看到楚风逼迫而来 他只能躲在残剑中 坠入深渊下方 现在又被狗骂 憋屈到极点 九到一开口 道 连养狗的你魂和也敢惹 就这么一句话 他就闭嘴了 他怕被黑狗咬 同时 他不知道为何 觉得后背发寒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地诗 楚风在下沉 他觉得情况不妙 有一股吞噬之力纠缠住了他 如果没有实惯 问题就严重了 即便如此 他也心悸 强烈的不安 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 他居然没有摆脱 始终在下沉 石冠遇到对手了 真无上出来了 杀了他们 灭了他们全部 这时 九色魂主像是发狂了 让魂和生物玉石俱焚 他在残剑中沉坠 没入无边的黑暗尽头 他像是知道什么 仿佛洞悉楚风在下沉 回不去了 跟着他一同 深入无边的深渊最底部 楚风心头沉重 一时间 他真的要融入诡异源头了 无法摆脱 向下而去 终究是要发生什么 不好的事情了吗 他沉默着 杀 山壁上 还有山腹中 爆发的大战 煞气冲销 撼动诸天 各处地窟窿前 杀气腾腾 密密麻麻的大军 全都浮现了出来 出事了 那位 可能要去找最后一关 久到一开口 狗黄也彻底清醒了 他冷静了不守 魂和最后一关是个谜 天地必然打到过这里 深入很远 但是没有找到终极关 现在 那位下去了 这次会有收获吗 几人都有些不安 怕最后出事 毕竟古地府 天地藏坑 都没动真格的呢 谁知道在憋什么恶意 杀吧 狗黄咬牙 到了这里后 不可能退缩 他闻到了那种大药的气息 对于许多生物来说 那是毒药 是致命的 但是 他掌握 有一张失传久远的特殊单方 可以炼出无上救命药 远处 大骑烈烈 魂和生物聚集 要杀过来了 只要那个脚下 胶织金色纹落的人不在 魂和生物无惧 他们力气很重 现在重整旗鼓 杀 那是灵魂咆哮 魂和原生物海量的浮现 要围猎狗黄 九道一等人 六手兽 白孔雀等头领 全部再次现身 亦有更强者 比如说孔雀魂母 那位准无上的母亲 眼中寒光甚人 她恨透了今天的闯入者 毕竟 她的长子很惨 九色魂主 几乎被打废了 杀 震天的大吼声爆发 传到了诛天 魂和生物无数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如果不是地中 在防御 有九道一的长矛爆发 他们这几人 绝对难以挡住 毕竟是海量的大军 步伐绝顶强者 尤其是 魂和也有恐怖的剑锋 盾牌等兵器 在散发神威 拼了 我这把老骨头 准备扔这里了 定要打残你们 击沉此殿 狗黄吼道 她以残中轰潰大军 短暂地击退敌人 然后取出一个破包裹 道 容我在穿战衣 血洗魂和 世伯 我与你同在 今天再争恶图 光头男子也大吼 很激动地说道 他此时也披上战甲 手持降魔杵 将各种秘宝等 都佩戴上了 就是九道一的身上 也覆盖上了一层 古老的甲皱 手持战毛时 越发地恐怖 杀气滔天 李达等人 也都全副武装 远处 孔雀魂母冷笑 他的身上 净露出淡淡酒色光滑 不过比起他的长子 终究是弱了不少 狗黄吼道 只有你们一族 有九色兵器吗 我的战衣也分九色 试直 给世伯披甲 我意面混合 穿我昔日甲 寒光照铁衣 再争恶图 他解开包裹 光头男子的确上前帮忙了 可却有些难为情 这位世伯 自己穿上了上半身甲皱后 最终取出来的下半身战甲 花花绿绿 像个大裤衩 武皇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等 都目瞪口呆 面皮抽搐 黑狗瞪眼 严肃无比 道 你们懂什么 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做的吗 我这下半身的九色皮甲 第一块皮是龙皮 第二块皮是从古地府中挖出来的 来头甚大 没错 第二块是我当年我凿穿地府时 挖出的一块皮 腐尸点头 称那是他主魂的功劳 狗黄炫耀 第三块是母精皮 你们知道出自哪里吗 魂盒 就是你们这里 当年的魂盒匾额 被我摘下来了 打不定用 给我补在了九色皮甲上 给我杀了他 孔雀魂母喝道 不想听他炫耀 只想捶死他 你那是什么九色皮甲 分明就是个大花裤衩 羞辱谁呢 轰隆 大战爆发了 六手兽 白孔雀等待着大军 携带着强大的魂和兵器冲锋 一瞬间 这里就打疯了 浓郁的不祥物质扩张 向着几人汹涌而去 都是从山壁中散发出来的 腐尸挡在了最前方 自身也弥漫黑雾 看起来简直比不祥物质还恐怖 他帮众人挡住了不祥的物质 俯视一手狗 一手仙 怒吼着 搞爆你们的脑袋 先掉你们的头 知道我为什么被你们侵蚀过而不死吗 那是因为 爷爷爷这么多年来上世界山下诸天海 什么诡异物质没沾染过 免疫了 什么时候 我这腐烂的尸体再次还阳 再把主魂抓回来 爷爷我便君临天下 打爆你们身后的那些头头脑脑 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哇 黑狗开始听得很振奋 后面直接不爽了 轮回路上唱情歌 魂河水中洗嘎吱窝 小爷我一个 打你们一百万个 光头男子一颠一狂 在这里拼命 他们血战魂河 楚风坠落 不断下沉 他眼眸闪动寒光 今天还真要去看一看魂河背后 到底有什么 轰的一声 他沉入底部了 无尽的尘埃飘起 到处都是死寂的气息 深渊底部飘起的尘埃 仔细去观察 全都是死去的事件 这就有些恐怖了 数不尽的世界 都化作尘埃 坠在深渊底部 那些魂物质 那条魂河 是从这些死去的世界中 抽取出来的点点滴滴 汇聚在一起的吗 残箭一闪而没 顿入前方的终点 混沌中 楚风这时觉得 石冠似乎在清明 在震动 被压力所迫 他有了非同寻常的反应 这是在忌惮 还是要进一步对抗 他追了下去 不管不顾了 贯穿混沌 打破究竟 要看个彻底 然而 混沌世界的后方 是无尽的虚无 没有边际 没有未来 没有过去 宛若一片脱离了诸天 无比模糊的所在 这个时候 楚风惊悚 隐约间 像是看到了厚重的黑影 无边的压抑 自卫之处映照而来 挣腾起 丝丝缕缕的莫名的气息 这一刻 石冠居然都在清产 那里 已经不是魂河 是另一片地带 楚风震撼 甚至 他觉察到了 早先古地府的气息 也感应到了一丝 天地藏坑的气机 很复杂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 石冠猛然一震 楚风顿时跟着一震 时空静止了 定格在一瞬 然后 他觉得大脑中一片空白 虽然很短暂 但是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茉莉片刻 他没有深入下去 他有一种感觉 似乎永远也走不到那个地方 除非那里 有人接意 他迅速倒退 沿着原路返回 有点担心 狗黄与九到一己人 怕出意外 这一次 石冠俱阵后 像是摆脱了什么束缚 楚风没有沉坠在深渊底部 而是一个刹那就回归了 可是 他总觉得 身后像是有什么东西也跟出来了 回首的刹那 他心中发寒 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种感觉很不好 终于遇上最终的大哥的了吗 山壁这里 正在爆发大战 他看到狗黄等人在血拼 当他出现的刹那 所有战斗瞬间停下来了 楚风此时有些狐疑 有些出神 因为他看到癫狂后的腐尸 觉得有些眼熟 像我儿子 小到是 他差点就这么说出来 当然 并不是说 看到腐尸的形体容貌后觉得像 而是他发狂后倾泻出来的魂光 有相似的属性 有熟悉的气韵 这时 腐尸看着大雾中的男子 有些不解 有些狐疑 对方那是什么眼神 怎么有些 慈爱啊 我去 你那什么眼神 他觉得自己胡思乱想了 没事 回头此战结束后 找这个大雾中的男子 去聊一聊 很难想象 他们要是交流起来 究竟会是谁急急 谁发狂 哄 楚风猛然在回首 看向大后方 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他越发觉得不安 此地不对劲 过于甚人 与此同时 远处 那原本寂静不动的地狮 也在刹那间 轰的一声 坐了起来 震撼的狗黄大叫出声